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讲的话题 是像前面的词乐乐也提高相关的概念 那今天比较集中来处理这个课题 所以两地相私 說一種回蕩的詞情 這裡所講的是一種言情的方式 尤其在詞的世界裡面 除了個人的獨白 自我抒情之外 會設計或者架構一個相思回蕩的一個情境 其實一種表達方式 當然也是一種用情的態度 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對於情感的一種觀念 怎麼樣去確保情感 用怎麼的方式去呈現出它的更深層的意義 那我們先回到詞裡面去看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詩歌也有 詞也會更加的明白 因為詞的相對性結構 上下片的一個關係 使得這樣的一種方式更加 透過形式的一種表現 有更深刻的 而且更清楚的一種表現 那之前我們一直談過 對中國抒情詩的表達方式 比較少直接抒情的 除了有些民歌 忽天搶地 把個人的喜怒哀樂之情直接鋪陳之外 大部分文人創作 其實從詩經開始都是這樣的 我們讀詩經的第一篇 《觀光巨咒在河之咒》 或者讀到尖家的 《尖家唱唱》 《白露為雙》 《所謂一人在誰一方》 我們看到中國詩歌裡面 你看從詩經開始 我們都採取比較含蓄委婉的言情方式 把人架設在一個社會 或者自然的氛圍之中 但這裡面有它的一個 從詩經開始有它的用心意義的 比如說我們說 這個是復比心的手法 先贏他物 然後再引起所用之詞 我們一直都這樣解釋中國詩歌 那實際上如果我們只是去看 這樣的表現 其實有它很深層的意義在其間的 比如說我們看的整本詩經 這本書是經過文人 或者後來的一些儒者 在以加工處理的一本詩集 因此它所傳達的情感 已經不是原來民歌的原貌了 那如果這樣經過處理之後 為什麼還保留這個 當然也反映出我們的民族性 對於情感的一種表達 採取比較含蓄的見解的方式 你會說了 這種手法是筆性的手法 但事實上你可以說 在詩經的國度來講 所謂的愛情 它不凸顯個人的一種欲望 不彰顯愛情的特殊的意義 它只是自然的一部分 當春天到了 鳥在求偶了 在鳴叫 那各地的花草樹木 會產生各種的喜怒愛的情 人情只是其中的反映的一種現象 它不特別把人所謂的愛情的追求 放在主謂 你可以說中國愛情觀就比較清楚 展現這個特色 在西方的文學裡面 你可以說愛情可以至上 成為為之生死而追求的一個很轟轟烈烈的一個人生課題 在中國的 在我們的文學 詩詞世界 尤其小說世界 這個部分相對於人呢 就不那麼樣的明顯 那麼的直接 那麼樣的主動 也就是說我們在 《詩經》開始 已經宣誓了一種文學的一種抒情方式 也是一種人生態度 由於翻開整本《詩經》 愛情是有前提的 由日本人連詩集所說 我們談一段呢 以婚姻為前提的愛情 所以說 這個愛情需要按部就班 經過很久的相處之後 確定結為夫妻 其實《詩經》何嘗不是 你看《詩經》的安排 關聚之後 後來的陶妖 宗司等等的篇章 告訴你疑是疑家 陶罪要妖 而且有多子多孫 就是一個這樣的農業社會裡面 我們所期待一個愛情 能夠達到的一個社會效用 人倫的關係 在我們後來的事情裡面 中央到了書情詩 到魏京南北朝經過唐太以後 也有很多的情愛的詩篇 但事實上之前 談友情的還比較多 愛情的相對比較少的 到李尚寅呢 他用愛情詩歌 表達他自己內心的某些重詞 並不完全是愛情的一個部分 同時天涯淪落人 接一種歸宗的怨仇 來也許去寄託 或文人懷財不育的那種情懷 那把愛情變成一個主體來描寫 而傳達的 也許詞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種問題 不過這樣的一種 用間接的方式來傳情 也是在詞裡面一直保留著 基本來講 我們在中國詩詞 不管詩詞吧 詩竟然也是很清楚的表達出來 比較間接的言情方式 其中有兩 不能 我講一說有兩種 其實你可以細分還有三種 一種叫這樣 我們剛才說了 以景欲情 剛才說從詩經開始 這種手法引用了好多年了 一千多年 都是這樣的使用手法 我們不那麼直接說 含蓄去表達 那上面我們讀到各大家的詞 他們詞情的表達 很多都是採取這樣的方式的 唯唯到來 所以外在的所謂的一個生存的環境 它的歸宗世界 庭園的生活 事實上都跟情感有關的 都是透過自己的情去觀察體會 因此是景中有情 這種宣揚的氛圍 跟內在的情懷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說 這樣並不是客觀的 寫一個風景 寫一個環境給你看 實施人情在其中 那之前我們也用過王國瑜 所說的話 一切情語 這些情語 沒有純粹的寫情的 都是有情感的其中 我們用這種手法 來間接把情感表達出來 這種手法是非常多 而且非常豐富的 在有些詞的詞節 但用這種來呈現什麼 一種 中文相信了 人情跟外在是有關係的 呈現出一種物我交融的一種觀念 萬物有情 我們的情可以透過外物來傳達 同樣的外物四時變化 由於激起我們不同的一種 喜怒哀樂的情緒 所以在忠宏的詩品 不是說嗎 棋之動物物之感人 都是外在 都是跟自己有關聯的 這種在中國詩歌裡面 你讀要讀中國詩裡面 你要找出一種很精進的一種情語 實際上並不太多 來來去去都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 可是呢 如果你仔細走去中國詩裡面 你就要仔細去看看 他怎麼樣去呈現出這份情感 裡面有畫面 有氛圍 有感官 有光影 情感就在其中 那這個是一種很立體的 一種呈現的手法 另外一種呢 就是我們今天有談到的一種 所謂對面言情的方式 所以對面言情的時候呢 有時候很不容易 把自己的情懷直接抒發出來 我們站在將心比心的角度 從你的角度寫好了 有時候呢 尤其寫到一種男女之情 寫到自己的時候呢 有些男生會比較 反而男生比較矜持吧 不願意直接說出來 反而從你的角度來寫 也許會比較含蓄一點 這種手法在中國詩裡面是不少的 比如王維的 九月九日一山東兄弟 對不對 姚之聰弟登高處 偏差諸於少於人 不從我的角度寫 從你的角度寫 你們今天登高望遠 那你們在擦諸於草的時候 也許就在擦的過程中 突然 多了一份了 或者立刻想起我來 實際上是 對方是不是這樣呢 未必 但是我們是想到哪兒 他必然是這樣 這是對情感的一份信任 裡面有一種好像是自我欺騙吧 但如果情感不靠這樣的一種 懸想自我欺騙是很難維持的 這種一種言情的方式 用對面言情 但這也就是情感的信任 我就說的就是一種 人我可以相通的一種情緒 你有信心 你相信 我是這樣 對方應該有這樣的回應 那後面等一下我們引一些話給大家看看 這種表達實際上是非常曲折而深刻的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呢 尤其在詞裡面 比較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因為詞是可以透過第三者 幫他去傳達出來的 比如說一個詞人填詞 對不對 他會表達出對某個女孩子的愛慕 思念的情懷 他不直接說了怎麼辦 他請一個歌女幫他唱出來 這種第三者 都不是從你來找路寫 我可以呢 為那個歌女而寫著 去透過歌女去唱出來 有一種呢 用一種擬人的方式 摸寫別人的心情 另外有一種就是要 透過擬人的手法 摸你一個女生 又透過她之口 比如說 如果大家說過東坡寫就知道 東坡很多時候在送別的詞 送別長官的時候 真的都男性朋友啊 長官真的不便去說 自己離情依依 對不對 他就假設 我就寫給一個歌女去唱 用歌女的聲音啊 傳達出這種離情的愁緒 而且裡面寫 點名啊 歌女裡面 要因某個事情而落淚的 那淚水當然不是東坡自己說的 透過女生寫出來 男生呢 有淚不清談 透過女孩子唱出來 一邊唱 一邊有動作 一邊把淚水都揮灑下來 那一種氛圍啊 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塑造的 這就是另外一種更間接的一種嚴謹手法的 就寧人的手法 模擬一個女生的口吻來寫作 這也是另外一種比較間接的方式 前面我們讀的這些表現呢 事實上都包含在其中的 那在這裡面實際上呢 這種情形是相對性的 我覺得寫的最透徹的 就是杜甫寫一首詩 《孟李白》 裡面呈現出了非常完整的這種概念 李白流放夜郎 聽說他就有個傳說 在這途中就遇難了 就醉漿而死 杜甫那時候就還不知生死 聽聞老朋友這個消息 非常的感嘆哀傷 接著幾天晚上都睡不著 就夢見李白 所以要提一下這首詩 李白跟杜甫的情感表達 兩個是不一樣的 李白就是比較 比較礦放一點 有些事情對情感表達的 比較太自我一點 不那麼一樣的一種 我明報物語啊 人同此心的一種表現 相對於人的杜甫的 人倫世界比較豐富 他的情感就比較多面向 所以通常來講 能夠用對面言情 寫人我之間的情感的詞人呢 他的人倫的觀念會比較強烈的 他的社會性格會比較強 尤其是關心自己 他根本不管別人 沒有一種同理性的話 當然他也是一往情深的 寫得也相當動人 可是相對於是 他是比較自我一些 比較主觀一些 所以我們看到能夠寫出 這種相對情懷呢 對於最先我們看到是杜甫 後來像白居易啊 蘇東坡啊 都寫得比較多了 你看得出他們對於人情呢 是比較通達 而且能夠呢 將心比心 你不能將心比心 你就無法去設計別人呢 是怎麼樣的情況 來做出同樣的動作 來表達出彼此會有互動的情緒的 最近你看都一種人格特質的 在這裡面 那在中國文學裡面 這種溫柔敦厚的一種態度啊 在一些有名的詩人裡面 去常有的手法 所以我引那些句子來會看看 杜甫夢李白啊 兩個為什麼我說兩邊的態度呢 當然是夢啊 欲有所思 夜有所夢 我們前天講過夢的作用問題 他先提到時呢 故人入我夢 名我長相義 好 情感是互動的 他說呢 故人誕生李白了 能夠進我 能夠入我的夢中 為什麼我夢中能夠夢見他啊 名我長相義 因為他明白我 知道我 因為常常思念他 關鍵就是因為我沒放棄 一直不斷地思念 這個我就很重要了 有些詩人寫可能寫到這個部分 名我長相義 所以我就很重要了 你能進我夢來 因為我呼喚你到我夢中來 我的主體性很強 你就受邀來到我夢中來 變得就是自己很深情 因為他即使也接受了 我們就看到 都佛的確 他能夠很清楚表達 對李白的深刻的思念 因此透過這份深刻的思念 呼喚了 離上在外面的李白的一個魂 不管是生魂 死魂 都能夠到我夢中跟我重逢 強調是個人 但是他有第二首 都佛當然他不用詞的方式上下片 他再做一首 更清楚表達了 這個情感不是單方面而已的 它是雙向的 怎麼說呢 他第二首就寫了 三夜憑夢君 我三夜當然代表很多晚上 很多個晚上 我一直都想夢見你 那看得出你用情非常的深 我們曾經講過 夢的作用是因為魂離散了 就在魂中 夢中就跟它相逢 但主要是因為有情的一種指引 彼此才是夢中重逢的 好 我三夜那麼多晚都夢見你了 為什麼你都跑回來 他說 我輕輕建君意 關鍵就是這個君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了 這種很清淨的感覺是可以看到出 你對我的那份深情 厚意的 如果你不那麼思念我 不那麼一樣 同時也那麼關心我 你不會那麼頻繁的到我的夢中來 關鍵就是君的問題 但有一天也許李白被 結果存活了回來 跟杜甫見面 拿起司來 老兄啊 你太誇張了 我沒想過你 能不能這樣講 但這個不是真的去論證這個問題 而是一番信任 一種信念 他相信是這樣 這相信是讓自己能夠 會把情感堅守住 堅定下去的一種力量 輕輕建君意 不只是自己是白白去相似而已 不只是感覺到對方應該會有所回應的 而且是非常深刻的 輕輕建君意 那個君就呈現出是對方的一種回應 他的主觀的態度 你看這種就是一體兩面 兩面到情的方式 有我的角度 有你的角度 彼此就因為這個狀況 所以就會解釋 為什麼一直以來都夢見你了 不可能是單一方方向的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去證實它的是非了 但是當下的詩人就是用這一份的想像 來堅定了這份情 也肯定了這份友誼的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就沒辦法再延續下去了 當然也傳達出一種很橫走的 值得我們信任和堅定不移的一種友情 我覺得這種東西動員是這個地方 不在考證它的是非真實 而是相信它 它就存在 這是中國人對情感的一種很互動的 很重要的態度 當然蘇東坡也有一句話說 我是君處 君是我 這是很有自信心的 我想你的時候 我相信你真的想我 當然這個是很堅定的 對友情的一份態度 我是君處 君是我 結果我想你 你就是存活著的 結果後面引的一些文章 都在一些哲學的 或者文學理論上 他們都有這樣相關的一個論述的 比如說後面有些詞 我就不再引了 都是大概的意思 這本書 《錢中書論學文學》裡面 它有一段話 也大概會呼應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話 他說幾思人 乃想人亦思己 幾思人亦世己 此地想異地是思此地 真欲想他欲是意見欲 詩文中寫這種恍復迴旋的思緒 時空交織別繞情味 它是從一種比較文學藝術的寶教度來講 這種兩相交織的一種思念的情懷 使得文學的表現更加的一種豐富 更加很有情味 對不對 但更有在哪裡呢 為什麼會寫到就是 從我那邊思念裡 假設你的另外一頭也心念著我呢 就是每一座更深層的分析 後面的論述就比較多 站在兩種的角度去看 看待這個問題 而只要到後面那頁 在117頁 唐君義《愛情福音》那種話說的 他這裡就更加一種 很比較覺醒的一種思維 他說你思念他 你心目中有他的影像 其實他顯現在你心之外表 你不要說這是你自己的回憶 你焉製不是真正的他正在喚起你的回憶了 這是有一種我們所謂一廂情願 未常沒有來由的 你能想念他 實際上何嘗不是他正在想念你 人生會不會有這樣的磁場 你相不相信 不是貿貿然會想起的 我們都說打個噴嚏 噢 人想念我又怎麼樣想 因為我們都是 也是一廂情願嘛 感冒沒關係一直打噴嚏噴嚏 好多人想你了 感冒都無妨 是這樣來的對不對 因為你想念 就是嘉誠正在想念 孩子他說你要知道 你思念的他 不只是過去經驗中的他 而是永遠的他 永遠的他是永遠存在的 在這樣的過程互動的思念過程中 就確認了情感的不朽 情感的恆久性 也許有一些事情不能從理中 道理從比較科學客觀 去論述的情感的問題 這就是東西 尤其所論述的都比較東方的一種思維 那唐俊奕這本書 主要是從他讀的一些佛學的書 還有中國儒學的書 所寫出來的一本書 那張法也講到一種人生的悲劇也在這裡 這種他覺得這種是這種想像中的共感 我題目從他張法的文章裡面來 《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 因為人生真的很無奈 人生如果離別之後就很難重逢 我們自己講過中國文學裡面 就呈現出來一個時代的意義 地方太大了 離別之後能相逢的時遇真的不多 一去之後難得才能重會 所以在中國書裡面有種 同心而離聚 憂傷與忠老的 從古詩執照所開始 從古詩裡面已經講民眾情懷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以說是 一直延伸在我們文書裡面 都是這樣的課題 同心而離聚 相心雖相同 但是生活不在一起了 我們分開不同的地方來居住 這樣的狀況只能憂傷與忠老 人生的悲劇是怎樣的 好了 你同聲離聚 憂傷與忠的 你不要在這裡面一直忍受這種悲哀 無法紓解的話 所以只能假設 對方也是思念著你 永不禍忘 所以這裡有一種想像中的共感的意識在 想像他應該還活著 而且活著還不錯 還隨時思念著你 還可以隨時的夢中跟他重逢 但現實是什麼情形呢 都是想像 還是在現實上 還是有一個難以彌補的一種差距感 詩人沒有笨到說 這些一廂情侶說法真的是事實 我們一定會在一起的 實際上我們在想像裡面 透過這份美好的甜美的想像 彌補人生因離別所帶來的缺陷吧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學裡面 就重現出一種所謂的不可避免的所謂悲劇意識 所以這裡面就是中文學裡面傳達出裡面 對情感的一種很深層的悲劇 它就用一個比較喜劇化的一種畫面裡面去 壓抑 迷平 或者紓解這份無賴而已 更深層的是裡面所包含的一種悲劇的精神 一直延伸著我們的文化裡面 那這個是我覺得詞 所以不斷地寫下去 都用這種方式是有它的道理的 是要離別那麼多 勝利死別是人有時候難以預料的 我們只能透過了想像的共感來 禮平這份因離別而帶來的感傷吧 但是用心是良苦的 這些文學裡面所產生的一種悲劇感 我們在這個大前提裡面看詞的話 就覺得別有一種不一樣的一種體會了 好 我們下面就回到詞裡面去看 那這樣的一個詞 在詞裡面從古詞開始 實際上已經有相當多的論述 唐詞裡面也有不少的這樣的一個表現的方式 在詞我們剛才講過 它因為它上下片的關係 而且往往的放置在一種相對性裡面 呈現某種美感 離合悲歡成為它常常所激盪的一種情緒 所以這種一種相似兩處賢愁的一種情境 在詞裡面是會是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今天從來找到去看 這樣的一種一體兩面的情感 離別是兩兆的 而且詞裡面當然跟現在所談到的 這都是男性朋友的友情的部分 還好 那對於男女之間有怎麼樣的一個論述點呢 那我向後面的課題寫下是這樣談的是 所謂歸私與客情的詮釋的兩面性 因為男女就是要女生是被動的 她無法離開 憂傷以終老這樣的女生的角度來講 而男生卻是行刑重行刑 不斷地遠去遠去 你走過時光的遷移 不少的何欲歸家 所以這樣的一種離愁是一體的兩面 有歸院就有邊賽事邊求事 那是一體兩面的 所以有些時候有些中國的詩詞 有些詞裡面呢 他的意思是模擬兩可的 你說站在男生的角度上也有道理 站在女生的角度去詮釋 也是合乎他的內容的 所以下面我們會看一兩首這樣的詞篇 所以就產生這樣的一種模擬兩可的 因為這種情懷實際上就是一體的兩面 同時天涯淪落人 男生女生 西山同樣背負著這種悲感 所以難怪在詞裡面有的時候 你站在男生角度去詮釋也對 站在女生的角度去詮釋也可 也可 就因為這種情感的這種相對性 上面我們談的這個問題 那在詩裡面你看看 在王劍的行劍樂裡面 不是同樣寫著同樣的一種狀況嗎 他說家人劍樂忘我歸 正是道上私家室 你看也是一體兩面 事實上我只能把握 我正在道上私家室 我不斷走路趕路回家 都想望著月光來詮釋你們 但是我相信什麼 家人僭越忘我歸 我的家人在看到月光的時候 一定是詮釋我回來 你應該知道我在另外一頭 正在看著月光 趕著路在詮釋的你們 但你們有沒有詮釋我 偶然證實 但我覺得是將心比心 人同此理的 應該是這樣 你看這裡就是人離家在外 想念著我 是家中的歸人 對不對 但我呢 角度就是我一個行侶之士 那是兩者的同時並存的 一個這種的情感 白句詩也這樣寫的 誰要這樣變懷我業 正當辭叛私君時 這種語句是非常的多 我們剛才講的 尤其一些比較樂輔詩人 更能體會這份的深情 他們的社會人倫性比較強 就能夠啊 不是只從個人的自我作儉的 然後呢 苦苦啊 寫出個人的情仇的部分 他能夠放肆到整個社會裡面 寫出大家共同有的一種悲感 所以他說了 十六將邊懷我業 正當執叛私君時 不是也是一體兩面嗎 你想我的時候 正在想念著你啊 這種語句是相當多 你看到中國文言 比較溫厚的一面的 我們不是說中國文言 都好像是比較想像太多了 不務實 但這種浪漫的情懷 是唯一能夠滋潤 我們苦澀的生命的唯一的憑藉吧 不就說這種浪漫的瑕疵 人生真的太苦了 難道你只沉出來 人生真的不能上街了 只能等到以後的老死他鄉嗎 你可以這樣寫啊很悲壯啊 但是於事無補 跟掙扎了彼此的悲感 我們寧願相信總有一天能見面 而且隨時隨時的這種情感都被斷滅了 也許人就能夠再繼續活下去 這是有一種很悲弱的 也是蠻有韌性的一種力量 那上面我們不說了 你看看我們先看一首詞 是五代時候花間辭人劉希記的一首生家子 我們看這種詞 為什麼可以一體兩面去表達 因為離情根本是兩兆間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後面也看到 就有不同的解釋了 好 劉希記的生家子 它是五代的一個詞人 這首詞也收在花間集裡面 但牧師他說 春山煙玉瘦 天淡西心小 殘月臉邊臉 別類臨清小 予以多情味了 回首尤寵刀 既得綠羅群 處處連芳草 前面一片把離別時候的一種外在的一個氣氛 都烘到了出來 我們說這種也是一種間接言情的方式 離別當然感傷了 而且在內眼婆娑之下所看到的景色 都充滿一種很親密的景象 所以寫起來我最近感覺到 我們一直以來看中國的詩歌 著重它意念的表達 它是佛渣思想禪宗的意念 或者儒渣的一個明報物語的精神 和分析它的意境 文詞的美等等 我最近發現 其實中國詩歌如果寫景 往往不是一個只是一個表面 一個空間的一個描述 事實上它有很豐富的情感的其中 更重要的是實際 你能不能在裡面感覺到 它的光影的變化 很微妙的 我覺得很奇怪 突然好像老海 就很浮現這些畫面出來 我一定會感覺到 你讀到譬如說白巨翼的詩 跟杜甫的詩 都呈現出來的畫面不同的 色調不一樣 你再讀 除了周邦映我們前面讀多的詞 再讀了秦少游的就不同的 秦少游的一種 遇落黃昏 一種很陰暗的 昏塵的一個景象 跟同樣寫黃昏景象的 流勇的這些詞就不同了 所以詞是很奇怪的 每個人所關心的 所喜歡的一個情景 都因的情緒不同 所以所寫出來的 所轟渡出來的氛圍 是有差別的 你能不能會感覺到這一點 這是我覺得很微妙的 中國詩歌的一種方式 也可以說是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 不是一個表層的話 裡面是有很多層次的一個空間 同時並現 而交融起某種心情的氛圍 你能不能讀得出來 這是中國詩歌裡面 我覺得很微妙的東西 我們有開發這一個 如果你搞文創的話 一種詩詩裡面 把這種美感就會絕發出來 你會發現中國的美感呈現是不一樣的 不是單純一句話 詩中有畫 畫中有詩 如果這個畫是漫畫的話 那就很有趣對不對 但那絕對不是漫畫 它是一個動畫 但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動畫 它是一個很立體的一個 一個 如電影的一個 一個呈現的方式 有聲有色 甚至有感官的 有味道的甚至 我不曉得 我自己讀詩的時候 神山車響路飛飛 裡面好像是人大一道不走 我到他眼前的世界 會看到 聞到 聽到 感覺到 嗅到 嗅到 當下的事情 一個好的詩人 又把這種感官捕抓 然後透過文字把它寫出來 有些詩人真的做得到 那就很微妙的 那我們看這種離別的時候 你看看 他的眼 他所看出來 如果我們看呢 實際上我先看到這個景 對不對 春山煙玉收 好 他點名這個季節來 春天了 春天花好月圓 應該是最美好的 但這個時候呢 後面我們講的叫 離別之始 美麗與哀愁混在一起 產生了別有一種特別的美感的 春山的時候呢 煙玉收 好 因為天亮的時候啊 那個煙矮啊 逐漸呢 要 玉江瑤呢 收起來了 本來煙幕瀰漫了 因為太陽出來 叫做散開嘛 散與收 即像意思都一樣 收得好像收藏起來 是一個散開的意思 青山煙玉收 煙半茫茫的一片 慢慢收縮了 而且呢 天淡西星小 天慢慢亮起來 你看開始有光影了 天呢是 陽光還沒完全出來 將有出來 還沒出來的 那樣的狀況 天是明淡的 平淡的 而西星小 西西縮縮縮的星呢 逐漸也變小 為什麼變小啊 因為光害的緣故啊 看得不清楚了 逐漸次有若無之間 西西陰小 你看眼前的景 那是比較遠的景 由低處到高處去看 對不對 從山到山上面的 天上的西星小的一個狀態 而且呢 逐漸 西山光逐漸去增強 因此啊 比較慢慢的亮起來 但還沒完全呢 變白 這個狀態 好 持久這樣慢慢照帶過來的時候 好 透過這種微弱的光芒 然後照到一個人的臉上 是什麼啊 殘月臉邊明 但如果是殘月 總會在把你臉邊照得那麼明亮 其實不是因為是殘月嘛 一輪殘月 天乾亮的時候 月不是圓的 是殘缺的月光 天上的月光是不明亮的 但因為光影拿來的時候 你臉上的一個顏色 就開始就比較明亮 不是月光照下去 因為是天快亮的緣故 臉邊明 是這樣的一種明要出來 如果殘月能夠照得你明的話 那個殘月也蠻靠近你的 絕對不是一個景象 那是殘月臉邊明 但是一方面看到天上的殘月 逐漸被光把它遮蓋住 人的臉蛋呢 也從暗到暗出 轉為比較明亮的一面 臉邊明 好了 當臉慢慢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他眼睛的動作了 他說是別類靈清小 你看他自己逐漸地從大 從高到低 從遠到近 從大到小 慢慢縮小到一個人的眼睛裡面去 別類靈清小 好了 告訴你就是將近清天明的時候 他眼睛的淚痕 就一滴一滴滴落下來了 因為是別類 因離別而流的淚水 你看他景就這樣帶出來 從遠到近 鏡頭從高處一起往下面 然後集中焦點 在一個人的臉蛋上面 臉蛋都不是要看到 臉上多明多漂亮 而是要 一本明明白一白的臉蛋裡面 你看看 一點點的淚痕在裡面泛出來的 如你這個導演 怎麼拍這個鏡頭 他不是一張臉 他直接天啊 慢慢鏡頭 急轉到你的整個臉蛋 最後呢 在一個白白的臉蛋 好像天啊 你懂嗎 明明白的顏色 像對照之下 一點點淚水慢慢在裡面滲透出來的 別類淚情笑 我們反過來講啊 眼前呢 可以看到了所謂的 春山豔玉獸 天淡西心小 何嘗不是透過一個淚眼的人 所看到的朦朧的景象呢 一種別臉的氛圍就這樣塑造出來的 所以不是打開燈 告訴你外面天好亮了 有個人面對離別 不是 他是反過來的 實際上是透過這樣一個人 帶著離情依依的情緒 淚眼婆娑的淚眼之下 所看到來的一個外面的景象 在一種啊 濕潤的朦朧的那種畫面 那就是啊 塑造景色的方法 你看到光影流連的變化的 那就是直的 離別 離別情緒的一種啊 模擬的方式 好 但前面一段就鋪墊好這種情緒的 別臉性少 面對離別了 如何是好 一大早大家都起來了 結果呢去面對這樣的情緒 下面呢當然就轉到人情的表達了 好 他開始說 予以多 情未了 回首由蟲到寄的綠裸群 出出連方草 剛才是朦朧的 下面出現一種顏色 綠色 好像充滿了生計 但是呢 這個綠色所延伸出來 是一種無蟲的相思 代表情感的很久的意義吧 比如剛才我們引用唐君所說的 永遠的 它是永遠是存在的意思 他們說的好 剛才是比較寧靜的 比較平淡的 面對離別 好像無語面對的情形 可是真的要分手的時候呢 人就開始這種交集了 他予以多 當然這個予以多 也許是從昨天晚上呢 通宵打電 一直長著長過不停 一直到臨別的時候呢 還是離情依依 想說已經很難說錯話來了 因為語以多嘛 已經多到難以再說 而且千言萬語都無法說清楚的時候呢 可是呢 情未了 強調的不是語的多少問題 而是因為情未了 因為對你的情根本沒有結束的 永遠不會完結的 其實像我們說語怎麼會多呢 每天的你看手機的 每個月的電話費都知道 語不可以嫌多的 因為關鍵的因為情未了 這是語以多情未了 其實語根本不會多 還是啦 相對於情未了 它是應該有差不多結束了 但相對於情的 它是無窮無盡的 好了 情怎麼未了呢 不是離別之後 我們會守自秩序 消消罷馬民 我們需求陽光無故人 從此不再思念 沒有啊 此時會延伴著一種 永遠不會變化 永不改變 永不更替那種情愛 所以上面有個動作出來的 回首 由重道 好 有人就回過頭來 由就是再一次的說一句話 由重道 重道就是 這句話之前說過了 都叮嚀過了 都吩咐過了 都說明過了 現在由一遍再說 就怕你忘記 所以回首 由重道 所以多嗎 語以多嗎 沒多啊 為什麼現在還要繼續說啊 因為情未了 你看那語言的一個跌宕變化 本來情未了就說 為了我們的默默承受吧 當然怎麼呈現情未了啊 還是用語多 再多說一句話 來表達不了之情 這些名字很難曲折的一種來表達 其實這種詞 我告訴你 我們說花間詞 基本上是不只閱讀而已 是可以唱的 我甚至是懷疑啊 當時的唱的時候呢 女孩子的歌者啊 甚至可以把她表演出來 她就會喬斷地論述了 揮起衣袖來 跟你呢 叫我侃侃而談 就談這句話 回首由重道 說什麼話啊 她說了 記得綠裸裙 你處處連芳草 有講的女孩子就說了 你記得綠裸裙 你記得我身上穿的衣服吧 綠色的一種絲綢的一個裸裙 你記得我的衣服的顏色 是不是 那你因此你離開我之後 從陸陸離去 天涯海角 天涯何處無方角 因此啊 你看到每個地方的方角的話 應該都會特別的戀愛吧 因為那方角的顏色 跟我衣裙的顏色 是一模一樣的 因此你就會啊 因此會啊 堵物應該會死人 這個情就可以啊 我相信是情未了的 真正的延續 記得綠裸裙 處處連芳草 但這裡面也是比較含蓄的 不直接說出啊 你自己要想念著我啊 直接用一種物來代表我的生命意義 我的綠裸要顯示最突出 可能你送給我的 我整天穿著 那你最喜歡的 好了 那個顏色記得吧 因此你走到美處 只要看到同樣的方角的顏色 因此就會想念著我 我也永遠在你左右 不是很深情的表達嗎 我們今天是從女孩子角度去講 記得綠裸裙 處處連芳草 希望你不要忘記我 你離去沒關係 但我的情啊 永遠是跟隨著你的 只要你啊 不會忘記 回憶就會把這個東西串連起來 而且呢 每個地方都會處處深情 芳草七七 人生的路慢慢不斷 但是呢 哪個地方沒芳草 因此啊 你不可能忘記我 因為每個地方都有 可以讓你記憶我的記痕 都有綠綠的顏色在 那綠綠的 好 終然春天也跟春天有關的 這個情感終然斷滅了 好像春風吹又生 永遠不會 這份春情啊 永遠都恆在 不是嗎 這就呼應的前面唐君所說的 對吧 不只你去經驗它 而是永遠對它 永遠對它 永遠對它是永遠存在的 就是這個意思了 但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講 只有詞啊 剛才從女生離情異異的時候 他的口吻來講 但這點何嘗不愧說是 男生所說的話呢 予以多情未了 回首由從道 你看看看 就假設一個女生 男生已經快要上馬離去了 可是呢 她真的不願意就就此離去 因此呢就下馬來 再走到女孩子跟前 再跟她說一句話 說什麼 就這句話 記得綠樓群 處處連芳草 這是女孩子一個承諾呢 我記得你穿的衣服 因此我每走的地方 我一定會想起你的 不會忘記你的 所以你先不要嫁人喔 等我回來吧 好像不可以 這有詞裡面主要良解的 為什麼 因為這種情感 本來就是一體兩面 同時並存的 所以我後面的註解 都註了兩個 所以你看了歷來的 好多對這首詞的分詞的時候 都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想的 很難認別她的一個優劣 兩者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解釋她 回首有時候 這個主詞 尤其中國誓裡面呢 主詞往往是省略的 為什麼會省略啊 故意產生這種蒙靈兩可 因為她認為這個主詞 根本是並存 不是只有單一的方向 一方面產生這種 一種聯想的美感 不是指上一定是某個人某件事 然後封住你的聯想力的 有時候就處於這樣的狀態 讓作者 跟讀者 可以做各方面的一個推論 所以這個回首主詞 你說站在男生角度 當然可以 女生角度何嘗不可 兩者事實上可以 同時可以存在 回首由從到 記得綠羅群出出聯方 當然口吻就不一樣了 對 女生所講的 只能說期盼著如此 男生去了怎麼 但如果是男生講的話 對情感走有一份 一種很深層的一種堅定性諾 女生是值得為她守下去的 兩者的一個強度 會有一些差異的 這就是這首詞裡面 兩面性的這個論述方式 那這首詞裡面就是 我們講的所謂對面言性的 一個基準就是 因為情感不是單面的 同時是可以存在的這個意義 那後面這首詞我們再看的是 李白的菩薩滿 但這個李白這個作詞 我覺得是有些爭議的 因為菩薩滿去考證這個調子 大概是在唐宣宗的時候 才從外國傳到中國來 李白是活在聖堂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還沒有菩薩滿這個詞牌 這個詞調 主要有些考證菩薩滿 可能來自東亞的一些音樂 有個說法是來自緬甸的 以前因為唐代不管是在海 浴或者思路 都非常的一種發達 好多的各地的音樂物種 都不斷地傳到我們的中途來 音樂根本不用說的 有些是輸出的更多 進入的也不少 那菩薩滿 有些人都說 在緬甸話有個音樂 佩産滿 我不知道他是英文翻出來 剛好就是菩薩滿 剛好也是一音樂一夜 翻譯一夜 菩薩滿是甚麼滿 就是南方女孩 對不對 就滿 南滿 我們滿方 滿女就是南方女孩 菩薩為什麼 你看看現在比如說印度 或者緬甸 他們女孩子穿著一個金色的戒指 然後頭戴一個金光 這邊跳舞的時候 對不對 如果這個女生來到中途 來到中國的時候 人家怎麼是她 好像一個菩薩一樣 這個菩薩滿 對不對 那這個調節我們就先不說了 李白只是一個假托之詞 這裡面有一個原因的 因為詞的出聲一直認為是不好 詞的是小到末際 所以後來的很多對詞的一個考編 都推出它的一個產生的一個緣由 甚至有些認為的詞最先是從詩巾開始的 詩巾配音樂嘛 也有長短句 他的樂符式也好 找出這些源頭 無非是要抬高詞的一個身價 認為它不是個卑微的流行音樂的一種樂種而已 走一走 這些人成為一個習慣了 最後找到偉大的詩人都填過詞 讓我們就可以有理由 來從事這些小道的創作 因此這裡面都李白來了 李白是大詩人嘛 而且李白也寫過幾首清平調 當時有些絕句是可以唱的 那是事實 李白也應該也懂音樂 因此就千場附會 就把這樣的詞就附託在李白身上 我們有理由 連大詩人李白都填詞 那我們更有理由可以寫錯 也不有畏懼 這就是因為來自詞的一個這樣的出身 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 或者詞史上 所謂的詞的理論 或者它的源頭的一個說明 無非都是出一個原因 就是為詞而辯護 為這些出身比較卑微的文體 找出理由來辯護 什麼境界說 成譽說 清空說 都是無非為它找出更冠冕堂王的意義出來而已 其實這些就是流行音樂 因為我們現在流行音樂 不要從什麼羅貝爾文學長的觀點 來論我們的流行音樂吧 它是另外一種音樂的一種表現方式 但是中國文人很多時候 只有一種的文學價值 面對詞的時候呢 有一種種充滿了困惑 所以李白這個名字是這樣的覆託的 我們應該有個引號 不是真的李白的作品 你先看這詞 它說 這詞我們也同樣問了 究竟這首詞是一個歸宗少婦的一個角度去寫呢 還是一個真人離家在外的旅人的一個心情呢 這首詞後來就有些討論了 這首詞跟剛才一首一樣的 就是一種這樣的書寫的內容 實際上是兩面性的 同時都有它的存在的意義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 怎麼樣去判讀這樣的作品 當然主要是讓大家去了解說 詞的一個解釋 有時候真的不容易去掌握 它的主題是哪一方面 當然需要細細的推敲了 那這首詞有些爭論 關鍵就是這究竟是從男的角度 還是女生的角度去鋪陳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詞的一種言情方式 對不對 說這種情懷是可以透過外在來做引聲說明的 我們剛才看了生紮子的時候 你看它如何從高處到低處 從遠到近慢慢的把離情把它激發出來 這首也有類似的一個角度 但更加的靈活 你看它先開始寫 平臨默默煙如智 寒山一帶傷心壁 但第二句已經把那個情緒明白說出來 所謂的傷心壁 那種壁律是讓人看起來會難過的一種顏色 我們平常對顏色都是很單純 紅黃藍白的這樣 如果你仔細看 中國人對顏色的一種形容是很多面的 有時候更有故事的 或者有典故的 有時候也會帶著某種情緒的 大家有空會去故宮看看明清以來一些陶瓷 它能形容一種顏色 什麼的季青色 天干亮的顏色 什麼的甜白色 這白色看起來甜甜的感覺 這甜白 所以又會把各種的感官融合起來 對色彩有更豐富的體會 這也是在中國文學裡面 我覺得要仔細去品味的 那這裡先寫到的平臨默默煙如智 你看也是在套過一個 我也會說傷心人所看到的畫面 跟剛才充滿離情的類言所看到的畫面 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一整片樹林 平臨 平整的樹林 一個很遠的景 默默煙如智 默默就一大片布滿的 廣布的 這種畫面的默默 像我們談過了 默默清寒上的小樓 從雙唇鼻音的帶來的詞 這個碟字 都有它相類似的一個意涵 都是一種很寬泛 迷蒙疏散不開的一種感覺 平臨默默 為什麼默默 一方面樹林 濃煙很濃稠密布的一大片 還有默默也呈上旗下 寫就是因為煙如智 甚至仿製起來的煙 濃稠的 濃稠在樹林上面 所以一邊很迷蒙的 有生農的色調 好了 這是眼前看到的 阻斷裡更遠的視野的一大片樹林 而更遠處 寒山一帶傷心病 點出氣候來是寒山 充滿寒意的 也許秋山吧 寒山一帶傷心病 那個畢律是引起 禮山桿的一種色調 看山這個詞不僅因為山好看 而是因為有所思念吧 而山就阻絕了 禮跟故人的一個距離 因此不看者也 因為行人更在春山外 因此產生了無限的山桿 剛才說記得綠羅群 就出連芳草好了 清草一一離情無限 這裡看到一大片的樹林 然後山是那樣的清寒 那種一種深綠色 那種也許一種草色 會引起無窮的失戀的情緒 因此也帶來了另外的醜緒 它是同時可以去聯想的 好了 這是兩個從鏡頭看到的遠景 如剛才那兩句 生紮子的一樣 下面你看開始有變化了 明色入高樓 鏡頭把它轉過來 明色的暮色黃昏之色 也帶了昏黃的顏色 陽光的霞照吧 明色入高樓 從遠處慢慢地走 回到一個樓台來 從遠到近慢慢逼進過去了 入高樓 有人樓上醜 告訴你了 這個陽光就聚焦在哪裡 一個樓台上面 樓台哪裡 一個人的身上 人的身上怎麼知道它的醜呢 主要就是它的眼睛 有人樓上醜 所以眼睛反射過來 就是眼前的 平靈默默 煙如之 寒深一帶 傷心病 但是交變在一起了 即使由遠到近 也透過它的眼睛 充滿了醜緒 為什麼 它一直看著遠方去了 越看 越生離愁哀怨 因此呢 醜緒不斷地翻湧著 可能皺著眉頭 不自覺可能淚眼 盈眶 這個醜是這樣帶出來的 所以你看 中國文學的一個書情 書情的方式 很會藉著外景來形容 而且裡面是有 動態的一個 一個推展的方式的 如何從明色入高樓 有人樓上走 我們不是帶你去看風景而已 而這個景中是深情 遠遠的景 頭睡在一個人的 一個眼睛裡面呢 會看出無從的離別的深淵的 好 這裡是有人樓著 醜是什麼呢 終點沒有告訴你了 所以下面就必須要根據這個醜 來做發揮 這個書情的一個步驟都這樣了 如何從外有淚去慢慢去推進 剛才是別類年輕小對不對 別類 離別流眼淚 好 面對這個離別的眼淚 你如何是好 所以才有後面的予以多情未了 縱然今天因離別落淚 但相思不斷 衍生出更深的一種情思出來 那這首呢 好 醜 醜在哪裡 為何有醜 下面就有發揮的空間了 有人樓上醜 來 下面呢 就回到一個人身上來 已經人了 已經不在了樓台了 他已經呢 這樣就下來了 因為預落黃昏 也許沒什麼好景可看 出景已經生醜了 無法致詞之下 他就下樓台來 結果站在哪裡 欲接空助力 欲接單形容是白欲台階 可能是比較清白一點的一個台階 白欲台階 那後來我們又會想到呢 李白不是寫一首是欲接院嗎 從南朝以來 欲接院就是岳父啊 一個歌曲的一個名稱 欲接院往往都是寫啊 那個歸願情懷的 不要忘記的話 李白的欲接寫得是相當好的 欲接深白露 夜酒青羅花 卻下水晶蓮 玲瓏望秋月 所以人家從這裡去聯想的話 這個當然 理所當然應該是女生的詞吧 因為也是談到欲接 白欲台接 可能是深宮中的富貴人家 才有的白欲台接 好了 一般來說都把它從明代清代以來 一直都把它當成一個歸願詞來閱讀 因為在談到欲接這個詞彙 好 人站在白欲台接上面呢 空助力 那個空啊 往往都發現什麼 突然站立在 久久站立在此處 你不能是突然的 空往往 其實很簡單一個詞彙就是 只的 只站在那邊 就是空 沒有別的 沒有別人相伴 也沒有別的事了 他就站在那邊 就是用空 只站立在 站在那邊呢 助力 助力所謂的 酒力的意思 久久站在那邊都不動 為什麼呢 本來是有人樓上走 我們相信 那個欲接空助的一個人 應該是 前面那個深仇的人的動作 他已經不在樓台看遠景了 他就下街台來 在了台階上面呢 他居然久久站在那邊 不曉得是若有所思 還是看到什麼的景象 動彈不得了 入階空助力 久久的站在那邊都不動 下面的景色出來了 因為蘇柳歸非即 一個利就是站在不動的 靜態的 張在那邊的 但另外一邊呢 就是快快的有鳥了 蘇柳就是七蘇的一個小鳥 本來有巢了 七蘇的鳥了 歸非即 鳥眷飛有支環了 每個鳥都好啊 趕著了傍晚到了 趕快回家去了 一直百鳥歸零了 都回去回去 一個快速的動作 對著一個不動的人影 裡面伸出一種很大的張力來的 他為什麼看 當然這個我們相信 他不是同時的告訴你 一個人站在那邊 鳥就回來了 應該是站在那邊的人 看到了鳥都歸巢的一個人 因此會產生了很多的情思 不是給你看到兩個景 同樣而已 應該是有因果關係的 他所以站在那邊不動 因為突然有個景吸引他了 因為你看了 百鳥歸巢 蘇鳥歸巢 而且急急回下去了 你看鳥眷飛有的支環了 那人呢 因此我們再回頭去想想看 他前面所謂的有人樓唱愁 而且登樓望遠 不是因為是賞風景而已 而是因為獨自莫平蘭無限張善 而且因為呢 也許是有所思念登樓望遠 引起了很多的一種思念的情懷來吧 但他忍受不了才下來 現在看到鳥歸來了 就想到了一人尚未歸來 產生了無限的傷感 應該是竟然推論過來的 但我這樣講講得太白了 事實上你終於沒有說 你自己也要細細體會 這就是我們的韓劇言情的方式 一個就是透過景 但另一方面會透過動作 所以怡景欲情也會透過動作來寫情的 不直接說 透過幾個動作 他帶一帶站在樓台 而且呢 也久久站在台階上面 這幾個動作呈現出什麼 這種無聊 哀傷寂寞 無人為伴的 僵化在那邊的感覺 而外面呢 都是很多靈動的空間的 夜幕瀰漫 夕陽下山 夕陽殘照 都充滿動態的感覺 而聊也會來 但人呢 永遠都是呢 不只站在樓台 就是台階 動也不動的 為什麼 人生的難過 面對命運 只能逆來順受 無法去抗爭 去行為 然後去行動 去突破嗎 但是人生只能將將地 彰化在那邊裡面 去接受命運的推磨嗎 就不知道了 所以也產生這樣一種 很相對的一種情緒 好了 最後他逼出來 他問了 何處是歸城 長庭更短庭 這裡面當然是有因果關係的 想到鳥都會來了 所以整個問話來了 何處是歸城 想到了 什麼時候是歸家的路啊 何處可以回去 歸家之路有多遙遠呢 多遙遠了 長庭更短庭 以前在地方上面 五里是一個短庭 十里一個長庭 是給旅人在旅途裡面 會修氣的 修喜的地方 所以說天涯海久 多少個驛站 一站這一站 哪裡是我可以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有多遠呢 當然可以說是 旅生在這邊想念了 不曉得男生現在身在何處 隔著一個短庭 一個長庭 什麼時候才能夠 走完這條路 回到我身邊呢 當然跟鳥是有關的 鳥都可以回來了 遠遠的一群鳥都回來 那人離去 能不能啊 如鳥一樣啊 然後鞠飛的 回到我身旁來 情緒就這樣激發過來的 都是帶來一種 比較動態的一種想像 動態的描寫 但是人都是 只能接受著 忍受著 然後去等待著 卻無所作為 裡面有激發出很多的情緒 其實實際上 在早前的唐詞裡面 也有另外一種比較 漸漸含蓄之美的 不多說 但在這裡面 如果再看那個空間感 也很妙的 好 剛才我們說了 憑林默默煙如之 寒山一帶傷心壁 先從遠處 然後看那個景 最後呢 透過明色入高樓 就動態出來了 太陽下山了 陽光霞照 霧視呢 從遠處呢 慢慢集中在樓臺來 最後看到人了 有人樓上愁 眼睛呢 就一直看得遠方 愁願就這樣伸出來 而下面呢 也從一個點開始 女孩子呢 在這邊呢 遇見空助力 一個點不動了 然後鳥呢 就是從遠處 飛到它的草去 有一個動作 可是下面呢 還閃生出什麼 一個無從的想像空間 從眼前呢 延伸出去的 何處是歸城 長庭更短庭 畫出一個呢 它永遠無法 可以攀疾的外在世界 超過它的想像 離開的歸為世界 一直往外面去 這空間不是眼前看到的 是想像的 從遠處伸展到 蔓延到遠方去 也超過所謂 寒山一帶上西壁 更遠的地方去 確實啊 也許它晴然了 行行從行行 不斷不斷地跨越 無法迷平的一個空間的 一種啊 無邊無際的感覺 你看這時候 就拉出一個 留白的空間來 讓你要難以想像 空間在哪裡 根本都不知道 抵觸在哪裡 因為常聽你接聽 天涯海角有多遠 它就在哪裡了 我曾知道 什麼時候 路越走越遠 歸來治愈更是遙遙不可期的 人的空間 差數都非常好的 由遠到近 有近到遠 但是最後那個 遠的景呢 都是超乎我們想像之外 一個 充滿留白空間的那種感覺 那人生的一種 孤獨寂寞 你拉大空間 跟對照出 人的渺小 孤獨 無一的感覺出來 人就在佇立在那邊 只能忍受著 命運的一個消磨 難以置詞 其實裡面的這種愛運 就這樣逼出來的 從了兩層的一個空間感 把它對照出來 好 你讀完這個詞之後 我剛才說了 我都站在傳統的女生的角度 來寫 來解釋一個詞 因為我們說 遇見運大陸這樣講了 好 等我們翻看後面一頁 後面呢 就許暗肖清代的一位詞評家 詞中偶評 他對這個詞裡面 就有些不一樣的看法咯 他說 玩末未去 來是遠刻思歸口氣 你看他的讀法不一樣 這首不是女生 是男生 遠刻思歸口氣 思念家的一個口文寫出來的 他說 或著作歸願歸情 過去一直以來 都把這個詞作為歸情 是女孩子角度的 他說恐怖 他說可怕的讀錯囉 這題一提出來之後 開始人就重新思考了 這個詞究竟是 我們從玉界空出的 出了歸廢期 不寫女生嗎 但你仔細想想看 何嘗不可以從男生 找出去解決詞 女孩子 男生啊 久久不能回家 偶一登上樓台 失戀故鄉 失戀故人 然後才有這樣的一種作品出來 也可以同樣重新寫的 假設當然當時的人 一直以為是李白 有李白的話 他可能是寫自己的 離家在外 李白不是很多思想作品嗎 對不對 那這首何不可以 也在站在男生的角度 遠別之後 然後失戀故鄉故人的 那個 所寫出來的作品呢 當然這個也可以 可以啊 被為參考的 那由從男生找出來 你想說 也沒有什麼問題 玉界空出力 你不能帶著 長得那麼死死 玉界已經是男女孩子 才是白玉台階 那個形容去到一個地方 我們在以修飾的一個詞彙 尤其詞啊 我們注意的是呢 所有東西都是美化的 你不能說重要的是 男生的寫都 哦 站在草地上 野草地上去 不會的 他會把東西 都把它美化 神化 漂亮 典雅化 所以這裡面 你站在男生角度 也沒什麼不可取 尤其可能他去了一個 真的很乾淨漂亮的樓台 剛好的台階 磨得很雪白呢 大理石 或者比較粗白的一個顏色 也何嘗不可以越界 而且有人說了 其人如玉 形容女孩 男生的那一種 高雅的品性 何嘗不可 對不對 所以你站在男生的話 你是男生 因為失戀故人 最後長下來 而且看到 尤其後面那一句 蘇柳歸妃籍 我們也想到 陶淵明很多的 剛才我們引用的 柳眷妃之環 都是由子私歸的那一種意象 反正女生很少寫到 那麼多柳集集回來了 然後產生了 故人不得歸的那種感嘆的 那這裡如果站在男生 當然也可以通了 那後面就是自己的感嘆 何處是歸城 好了 我失戀故上 但是我怎麼時候能回去 家鄉有多遙遠 我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我只能滯留於此 因為我只能滯留於此 又後面把那個 劉勇巴森剛才所說了 何是苦焉流 不曉得為什麼事情呢 只能苦苦在這個地方 無法回去 使得我的動彈不得 所有人只能不斷地思念著 自己家有多遠大遠 但是永遠就是走不完這條路了 所以這裡面 以這樣的男生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也未嘗不可 所以這首詞 後來當取案提出這個出來之後呢 哇 我們發現歷代的 歷來的詞選 後來很多的評論呢 就各執一端 有些贊成是女生的 有些還是堅持是男生的 因此就莫中一世 就是大家翻開好多 有關這些詞裡面的評述的時候呢 往往都是各有不同的一個傾向的 贊成女生的也有 贊成女生的男生的剛好也一半 但我這看起來就說 這次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一種 這種讀法 不是誤讀的問題 就因為他所傳達出來的情感 事實上就是歸私語啊 離情啊 事實上就是於客情 其實事實上就是一體兩面的 一個最好的一個代表 那我這裡就不做進一步去發揮 但是去體會究竟這首詞是私負之情 還是有子心生 我覺得你可以從不同角度 多著去體會 也許因為這樣的閱讀的話 反而豐富了我們的感情生活 不只能只站在男生角度去體會這個情感 甚至你可以換一個角度想想 男生何尚沒有這種心情 也許因為這樣的閱讀 會使得我們的情感 有更多面向的一種思考 對情感的體會會更加的周延而深刻 這是讀者的一種樂趣對不對 不需要自己的固定這樣一個想法的 有時候跳開來想 也許我們也會失之招臂 往往只從一個人的角度裡面去論述的話 會遺漏了好多的東西 我希望就是這樣來打開我們的一個閱讀空間 可以從不同角度去體會 這種離情 李清照的一簡卑我們之前讀過了 當然他就寫出這種 所以兩個相似的一個基礎的 我們講過古詩裡面所說的 同心而離去 憂傷與忠老 李清照的話很清楚寫出這樣的情懷出來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的不細說了 他是想談到花子飄零 水滋流 生命就是這樣的無從的感嘆 哀傷 最近我看了一部電影呢 又重新有出來的就是 《亂世佳人》75週年耶 哇 好遙遠啊 新的一個版本也重新再整理過再出來 想到裡面有很多很有名的台詞 李竹仔坐在台階上面 就自己打起自己的意氣出來 就說了 明天又是另外一個好天 另外一個一天 等於往往沒想到 真的明天就是好的一天 就是跟今天的一樣嗎 其實魚龍的書名所說的 Gone with the wind 什麼東西就隨風而去 你留不住的 美好的東西會隨風而去 一切的美好都是留不下來的 那在詞裡面當然這種情懷 就是一種詞的情緒 有些李竹仔所說的 花子飄零 水滋流 春花盛開 我們都絕月不已 但花會物質凋零 你任何的魯力都留不下美麗的花蟲 花依舊會凋零下去 而水滋流 水也會自然然的物質離去 人也無可奈何 要用流水而飄逝 當然這也象徵了時間之流 你怎麼留都留不下 用美好東西轉眼直視 這一切都在變化著 可是在變化之中 人耐以支撐著生命的 就是只有一種很微弱的一種情緒 所以他就說了 在這個變化之中 不變的是什麼 就是此情不渝的一種精神 所以他就點出來了 一種相思 亮出現 問題就是人不可能情愛 永遠都是那麼美好 夫妻都是一起的 往往就聚少離多 那怎麼辦 一種相思 肯定的 我們兩個人地下地結的一種 一種相思的情 你愛著我 我愛著你 但怕就怕什麼 兩處賢愁 分開兩處之後 自然賢愁深愁 那是無法避免的一個事情 離別也會生離死別 必然會面對 但是一種相識 種下去之後 就難以根除 無法拔掉 那如何是好 所以他就最後說 此情無際可消除 這種情 也代替這種情所帶來的仇恨 是沒辦法消除得了的 誰要你種下一份相思 以前我們也引用過 周邦義所說 許多煩惱只為當時一賞留情 有時候你真的追錯最後 最好都不要碰到他 不碰到他 什麼都好像不發生的 人生也許好過得多 但偏偏碰到他的 好多的生離死別 悲歡離合的情緒 不斷地更迭翻來 都很悲痛不已的 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回到那個點 能不能真的沒有這個事情 沒有這個也許有別的事情 來替補過來也很難說 所以已經無際可消除 才像眉頭卻傷心 這是這種人生的無賴的 相思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所謂的現實的差距的感覺 被離棄的一種感受 的確是非常優勝 而是很久的 我們只能相信 一種相思永遠存在 縱然是兩處嫌仇 仇中會生出很多的哀怨 然後最後又寫下詞來 寫出這種感覺 但起碼在寫的過程中 也證明了此情不渝的精神在吧 才像眉頭卻傷心 你怎麼放下你的心情 怎麼樣都無法去平復的 這份情緒 所以詞維上呢 理性要寫出來 其實就是離情的一個核心 必然面對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下面呢 就換一個角度來講了 好 換我性為理性 此之相一生 那我們看到詞裡面的 兩處竖情的一種方式 其實這個情當然是前面所論述 都包含的其中 但我們看到這 因為詞的一個特性 一個就是它上下片的問題 還有的是會做連僵體 所以詞可以做這樣的呼應 那之前我們看 杜甫當寫的時候呢 他只是從自己的角度裡面 去磨離對方的情懷對不對 但詞呢 也可以要換一個角度 從我的 也會從你的 同時併存 把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照併起來更加的周延 那下面呢 我們要看看呢 這樣的一種表達方式 那 換我是為理性 此之相一生 那是五代手故頌的詞 他的詞中裡面傳達出就是 一個女孩子 深深思念 岳將成 不忍傷尋 感嘆對方就是 秒無音訊 整個世界都 幽閉起來的 最後他寫出這幾句 來表達出 他真正的心情感受 如果呢 能夠畫 將心比性呢 你就知道 我現在思念裡 有多多優勝 但那就是 呂海傑深深的期盼 那詞裡面的採取就是 好我們就換著 這樣的一個角度出來 來體會到 兩家的情懷 歐陽修的他說詞呢 之前跟他也談過 我們可以啊 現在也從這裡開始看 只有詞啊 他說 剛好你用詞的一種相對性 上下片的一個方式 把那離情的兩兆之間的情緒啊 透過這個上下的一個論述 充分地表達出來 那我們看後面的評語就知道了 他說 余碧雲啊 《宋子選》式裡面 這樣的評論 他說 唐宗仁詩詞中啊 宋別懷人者 或從拒者著想 或者行者著著想 能言謹晚至啊 變成這個架構 詞詞則兩面間寫 你看他寫出 藉由詞裡面的一個特色 一般來說 詞往往是站著一個角度 比如我們前面讀到的 不管是聖渣子的 或者呢 李白的菩薩滿 基本上還是他站著一個角度去寫 不管你認為是男生還是女生 都是一個角度去把這個詞 把它完成 主體都是一致的 但是呢 難得都歐陽修建的詞啊 他就能夠呢 將心比心 把那個居者 一個揮院之中的人 以及行者 一個男生的角度呢 同時並存 把它寫出來 兩面堅實 但當然是別有一種韻味 他的兒子啊 余平伯 剛好余家兩位 余碧雲呢 是余平伯的父親 余平伯呢 他有唐宋子選 也啊 根據他父親啊 這個論述呢 進一步說明 他說上遍真人 下遍師父 結尾兩句又從居者心眼中啊 說到行人 似乎可靜 似乎可化 卻又化不到 裡面就看得出了 裡面如何 兩首詞也不是完全分離的 你也可以從啊 後面呢 想到對方來 使得兩個之間 有個可以串合的地方 詞就是啊 不是呢 單一去發展而已 裡面呢 還有個觀和之處 這首這個詞呢 他認為 比較優勝的地方 那麼去重溫這首詞啊 很簡單講 比如說 他先寫一個男生的 離情的別墅 我們說呢 如何先寫透過 以警言情 這詞裡面 充分把這個表達出來的 也是呢 漸行漸運的一種表達方式 後館沒殘 西朝流細 流細 草薰風暖 饒正佩 歐陽修啊 他曾經說過 人生自治 友情自治 很不慣風雨月 基本上 他應該也是個多情的人 在政治上 他也是啊 備受爭議 可是啊 在地方行政上 他的確是做得非常的踏實 甚受老百姓的喜愛 基本上他應該也是個 在人倫關係上 相當好的一位人物 因此在詞裡面塑造出來啊 不是只從啊 單一角度 個人的情仇抒發的 他往往也能夠呢 從啊 多面啊 去呈現出啊 一個共享 所以他能寫就業詞 我們覺得並不例外 尤其到他的學生 蘇東波 當然發揮了更大的淋漓盡致 這種情況是 宋人的詞裡面 尤其這些啊 士大夫 這些啊 一流的讀書人 會常有的一種啊 一種體會 所以我們說 這個詞部是一個技巧運作 這是他的思維模式 他能夠從很多角度去體會到 啊 送別的人 是愛上的 在離開的人呢 何嘗不如是 因此就能夠把他兩者 交並在一起啊 在做書法 這是一種啊 很踏實的 很溫厚的 生命態度的 那個歐陽壽能夠寫出來 我覺得也 應該不例外的 實際上其他的老師啊 同樣寫他說型 驗書也寫過相關的作品嘛 但寫起來沒有歐陽色那麼動人 而且他是充滿了動態的感覺的 你看我們看著呢 女生是 我們說都比較 比較被動的 所以下面呢 那一篇跟上面一篇呢 有所不同的 你看都是男生的運作 他說 後館眉場 西朝流西 這些男生呢 好 經過一個地方 後館眉場 先是在一個 休息等候的地方 一個後館 它在後面有的是 迎賓借客的一個女士 這邊呢 梅花已經慢慢凋落了 但也反映一個季節 春天已經將啊 已經過去了一點時間 而下面呢 西朝流西 兩個景的一個描寫 不是同時的一個看到的 應該是有它的前後次序 先有人離開後館 然後下樓的時候 看到梅花貂長 而且走遠了之後呢 它在西朝上面呢 看到柳啊 已經長出細細的枝條來的 當然柳跟梅啊 都有啊 相遇愛情以及離別的作用的 這就是一種啊 集緊言情的方式 好 橋是人來走走的 水在那邊流不斷 時間也在不斷的提醒你 一滴一滴的過去 而且這邊你看 人開始呢 策馬遠去了 草熏風暖 咬針沛 但流 每一場之後 春天已經滿熱了 對不對 春天的天氣已經穩定了 所以現在已經到 春天啊 過了一大一大段的時候 人的草啊 比較熏香 因為暖和的天氣下呢 風暖的之以之時啊 它就拿著馬鞭啊 走了 揮動著馬啊 徹馬而遠去 所以你們看看 這個鏡頭是慢慢推展的 緩慢緩慢 逐漸加快 但馬鞭一揮打之後呢 人的開始就踏出去了 離愁 漸遠 漸無窮 這空間呢 人的離愁 逐漸的拉大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詞的描寫 這首就比之前呢 我們看到了 李白的更加的生動 離愁是人走出來的 一步一步 一步就是天涯的 離愁是漸遠 漸無窮 但是呼應了 以前古詩時候所說的 行行窮行行 每一步每一步走出去 距離就一寸一寸的拉大 最後拉到你根本很難想像的空間的 遙闊之感 離愁力 見無窮 無窮就已經很難想像到哪裡去了 你眼前還看得出了身影 但是他身影逐漸在你眼中失效的時候呢 根本你都已經掌握不到他的心中了 所以他最後才形容了 條條不斷如春水 那其實沒有什麼 前面西橋流去 你還眼前看到一滴的水在橋底下 一段流動 以為一些近在眼前 但是那個西水流動的時間一樣 一秒一秒一分一分的過去的話 越拉越大 這裡面不是空間的問題 還有時間的一個 推移的一個作用 條條不斷如春水 好 多遠呢 遠到呢 好像呢 一個春水啊 連續復來不斷流動的一樣 你可以說離愁也像水一樣的 綿綿無絕起 但你加上什麼 水手大概上昇了時間的意義 就是時間不斷的 在空間的拉大之後 時間的逐漸增加 人的年獸有限 如何從那有限的年齡裡面 能夠呢 挽回這份情愛的 那是很 很無賴的 所以看得出 這本《尼求》寫得非常地深刻的 對離別的一個 當下的感覺 一拉遠之後呢 空間大 時間加強 人就更加的 無可奈何 下面的好 在這樣一種守候的女生 無法跟著男生變形的時候 如何是好 結果只能發揮什麼 春春有長 隱隱粉淚 我們前面是寫到別類年輕小 離別的眼淚 在臉上生出來 那這首《尼求》 它是春春有長 隱隱粉淚 有淚而外的 春春有一寸一寸的 一種肝腸春斷 撕裂過身之後 每一寸每一寸的有長 都因為撕裂過急之後 就壓縮起來 就逼出了 隱隱粉淚 化為了眼中的 臉上的內痕 如果不 因為春春有長 就哪裡來 因為思念嘛 思念來 激起裡面的有長寸斷 有長寸斷 有長寸斷之後呢 化在外在呢 就隱隱粉淚 好 粉淚 如何面對這份離求 它最後說是 樓告墨鏡 為難以 明知故犯 明明知道不能登購望遠的 確實呢 亞裔不留這個情緒 還是靠在樓臺裡面 望遠方 所以只能用這種 不斷的遠望 來希望能夠盼得 情難的歸來 但眼睛的目力有限 怎麼看都看不到 盼也盼不到了 所以下面說 平無幸處是春山 只要看到這個空間感呢 你看在平整的樹 草地的盡頭就是春山 我們真的看得出了 這個平無 一個女孩子來說 也不容易把它跨越過去 可不可以說 眼前有一座一座的春山的阻隔 這是空間的一種 艱難跨越的一個處境 還有什麼 行人更在春山 你的行人呢 他離愁見遠見無窮 你一座山一座山 根本都無法限量 他究竟跑到哪裡去的空間感 行人更在春山之外 眼神都搖搖搖搖搖搖擴 不能攀直處 那女孩子只能眼真正的看著 只知道這份 這份等待 也許終究是很不容易等到的 你看這一次 把兩者的醫生 當後面 正如员平所說的 也不是死呀 她當高望遠四天而已 也把行人的形象在那邊 著力汲秘出來 已經繼續 離愁見遠見無窮 女孩子想像的時候 行人更在村上連接起來的 行行 重行行 男生一直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每天每天的距離就越拉越遠 不只空間的距離而已 裡面還有加上時間的推移變化 人生還有多少歲月 讓你可以苦苦守候得了的 這裡面把良姐之間的一種離愁 寫得非常的生動 我們說戒指修詞 這種詞我們相信在不只閱讀 在當時歌唱起來 透過女生之口上出來 一些離家在外的男生 聽到這個詞的時候 一方面感傷自己 不曉得茫茫天佳 最後歸去何處 最後想到了家中的人 一直盼望你歸來 情何以堪 會記起很多的共鳴的 這種是當時的一個 社會的一個現實的狀況 多少人是離家在外 不管是求學做官做生意 不得不離家了 這個情緒是一個 當時的共襄 不是單一的歐陽秀 他自己的寫出 他自己的生命課題 詞就是流行音樂 這反映了當時社會的 大家普遍的生活經驗 那這種就是會放在整個社會裡面 給這些女生男生 共同可以感受到的一種悲情 因此他的普及化 會更加的強 那這樣的詞 當然在宋詞來說是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們把時間往前推 在歐陽秀先生寫之前 我們要看到在花間詞裡面 有一個詞人叫維莊 維莊是晚唐的一個很有名的一個詩人 他寫了一首很有名的叫秦富吟 寫到當時在長安 王朝之亂之後 整個國家非常的動盪 他透過詩裡面也指控了社會的 一種不公不義的事情 那後來就流落江南 最後就有朋友相邀去了蜀國 當年了蜀國的建國 而當年的宰相不久了就克思在他鄉 其實他的北方的家就回不了了 留下了好多的詞篇 寫得相當動人 所以維莊基本上也是一個社會詩人 對於社會的倫理人生 就非常深刻的體驗 因此面對離愁 有些時候他會單一從自己人離家在外 流落江南寫出五首的菩薩滿 人人靜說江南好 有人只和江南老 就是他的作品 未老莫還想 還想虛斷產 但是真的由此私家的一個課題來抒發 但是他作為一個社會詩人 對於當時的社會有多很深的觀察之後 他的呂觀子這兩首 剛好就把這樣的一個 我們所謂的社會裡面的共同的現象 做得很充實的反應 兩首詞都叫呂觀子 剛才是他把那個男女之情分別來寫 也寫出了大家因為離別而共同的一種感受 你可以說把換我心為理心 實際上一身的這個內容 具體透過兩卻子裡面做很好的一個交代 我們先看第一首 呂觀子之一的 四月時起正是去年金玉 別君時 人類陽低面 寒收半戀眉 不知魂已斷空有夢香水 熟卻天變月 沒人知 這也是寫得非常的一個平白自然 用字也不難 那一般的歸院的詞 就是女孩子 因為故人離去之後 無奈的一種心情 可是他寫的也蠻寫實的 一看一篇就很驚人 他說四月時起 正是去年金玉別君時 我們詞裡面寫的玉子的話 往往不是重陽中秋就是元宵 對不對 都是很值得紀念的玉子 再來比如韓時節清明 都是有紀念價值的 但對於當上人來說 做起點就一個很重要的說 其實在每個人心目中 某天某夜 實際上有他特別的 個別的一種情緒的 不是每個人都是跟著時令走的 但你點出來四月時起 今天也不是元月 十七了 過了已經十五了 而且四月初夏之時 你走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覺得 這個有什麼重要性 所以四月時起幹五何時 可以做起點心我們 其實在每個人的生命之中 都有一些值得你紀念的玉子 對這個女孩子來講 這一天是很重要的 四月時起 那天發生什麼事情呢 正是去年金玉 她把時間推到去年去 就是週年了 去年也是在四月時起這一天 我一年過後就記起來了 永遠不會忘記 即使不思量自然亡 自從那一年的四月時起 等到第二年的話 她每天都想到 喔 又一年 今天就特別要換起一份記憶 很深刻的把它記錄下來 為什麼那天那麼重要 因為是別軍事 是跟你分別的 因為你自己離別的子很多 像這樣的一種開篇的手法 是並不太多 而且是很直接 單純的 把值的紀念的一字寫出來 別軍事 我就跟你分別 那一天值得我永遠記 我的生命本來寄託在你身上 但自從那一天離去之後 秒無音訊 也不曉得你何年能歸來 這份情感難道就這樣終結了嗎 但思念不可能就這樣中斷了 所以每年 今年是這樣 明年如果今天你還不回來的話 這天依然會記著 所以我們想講 是現在這種詞 當然這首有它的實踐性 是從去年到今年的一個論述 但大部分詞系上 都是超越時間的 不是寫當時當課的一個事情 其實它是寫出了 人的一個共同有的 超時空的一種感受 比如剛才歐陽收的他說型 如果離別的事情 一直都是如此發生著 因此這個詞從北宋 從南宋 從清代明代都一樣 都有它的意義 都是流行歌曲 都是在當時發生著 因為這個詞情它沒有確定是 哪個人哪件事的狀況 它是一個有普遍性的意義 有普遍的意涵 因此就有它的永恆性 那這首詞就比較很特殊的 它是典型 但是也刺激我們的 中文的女孩詞寫它 她個人的私密吧 當我們要問問自己的 當你讀者或者聽眾 讀這詞的時候 你會想起某一天某一夜 帶給你的某些永不忘記的一種記憶 這就是這個詞裡面的作用 好 別君使 它記得那天離別 它真的記得很清楚為什麼 它連當天發生什麼事情 有什麼動作 什麼的言談 它都一清二楚 所以下面兩句寫就 拉天了 它的動作來了 它說人類仰地面 含瘦半裂眉 言詞不是一點很濃厭的 用很單純的字句 把那種感覺 就非常深刻地描寫出來的 你看那個感覺 憂喜參半的感覺 人類伴那個仰地面 仰著假裝 他忍著眼淚 剛才是別類年輕小 女孩子哭出來的 但這個女孩子 確實比較精緻 他覺得不要傷了對方的心 也不願意讓這個離情 增加更多的愁緒 難分難解 所以他把眼睛忍著 不要哭出來 但事實上已經 眼睛泡汗的淚水 拆掉出來了 所以做個假動作的 仰地面 假裝低著頭不說話 其他呢 不是說我害羞 而是因為我不希望 你看到我 將要落淚的樣子 你多體貼 對不對 人類仰地面 所以這個寫得非常深刻的 GQ呢 想到昨夜那一年跟你 那一年跟你離別的時候 坐著把鏡頭真的帶過去 如果電影的畫面一樣 那個眼給你看了 你看那天真的很真實的 為什麼忘不了 你看那麼細微的動作 還記得那麼清楚了 人類仰地面 你看表面一個動作 但內心是一個感受 我假動作 你以為低著頭 真的害羞不疑嗎 其實不是 我是強人的眼淚 不要讓你知道 也不需要增加更多的離愁罷流了 好了另外 那你現在看到我低著頭了 你就派派我 撫慰我 我就含羞 很不好意思 含羞 就半唸眉 這個半唸得很好 半唸 輕輕皺著眉頭 不是整個皺著眉頭 整個皺著眉頭 整個皺著都太緊張了 對不對 看得就是寒情默默的 我也人類 所以你要還是親愛著我 我就不好意思 還帶著一種羞怯之意 不好意思 就輕輕皺著眉頭 這種感覺是很溫馨的 離別時間感傷 但你對我的言語 你的安慰 我就非常的感激 也非常的感動 也不好意思 清楚地表達出來 幾人呢 輕輕皺著眉頭 表達含羞的一個意思 你看那兩句現在 在詞裡面寫離別 很少寫得那麼細緻的 再不然就寫到劉勇那種了 至少相看淚眼鏡無語 真的要離別的時候 連他都難分難解 整個都哭得 滿臉都花掉了 對不對 那這裡就不是喔 這些都是比較含羞的 比較羞憨的那種感覺 好了 當然這個情分都在 而且依稀既得 當然這個情感是彼此互動的 不是女孩子製作多情的 起碼為什麼寒秀 萬一男生去撫慰她 安撫她 拍拍她 擁抱她 才會寒秀半面美 所以你看得出裡面的互動的 離別不是只有我單相思 我是捨不得離去而已 他也有所回應 所以讓我呢 為什麼糾纏著這份情勢 但是問題是一年過後呢 對不對 這一年來就怎麼樣啊 他說他不知魂已斷 你不知我魂已斷 我魂已斷 我魂已經斷滅 消散在身體之外 因為思念你太難過了 而且呢 悲傷不已 但你居然不能體貼我 取消我的心情 讓我呢 空有夢相隨 控制夢裡面去跟隨你 因為你不知道我 你不會想念著我 也許呢 終究夢不見他 所以只有啊 只有空有夢相隨 只有夢相隨 但夢不夢都夢得到呢 做得沒有說明 也許是一場都是破滅的夢 夢境吧 但是最重要的是 願怪對方來 你不知道我 因為思念你過剩了 而銷魂悲傷不已了 有微微的怨老對方的一個情意在 當時我那麼要的珍惜你 但是為什麼你啊 不能體貼我 讓我只能在夢裡面 重溫舊夢 跟你相依相隨 好 在這年當中 最後夢還是破滅了 最後還有夢醒來 所以啊 他只有論斷說 除了天邊月 沒人知 在這份相知情呢 除了天上的明月之後 別沒人知曉 只有月亮知道我的心情 只有月亮與我為伴 除此之外 別無他人 月亮就是最好的一個見證 也是我唯一的知音 當然也表達出女孩子 一種見證的 我的心情 由天上的明明月光 昭昭可見的 但對方呢 確實呢 無法像月亮一樣 知曉我的心情 有所回應的 所以這個詞裡面 當然這種寫出來的時候 非常的清楚了 女生的一種怨嘆 那時啊 千古以來 很多女生的一種情緒 也是前面呢 顧頌所說的 換我心 為理性只是相依深的 一種情緒的表達方式 希望對方能了解我 但是對方知不知道 好 這種悲情啊 在一般的花前詞裡面 找到相當多的例證 這個也不例外 這是長寫的內容 沒想到呢 維莊啊 在這樣的前提下 她才補寫一首 寫了第二首 《呂冠子》 到換角度了 換成男生的角度寫 女生你不要自己啊 站在你的角度裡面 不知魂一段 空有夢想水 真的如你所想的 是那樣的情形嗎 她會男生說話了 不是那樣的 如果能夠換我心為理性 此之相依深 為什麼你只站在你角度裡面 怨怪起我來呢 對不對 你焉製到我不會夢見你了 對不對 上面就補寫一首了 用男生角度寫 看得出了違裝的用心的 你不要多多罵今天下的男生 都是復興漢 男生也有他的苦處 中間是什麼緣故 使得他們不能見面呢 但是意在言外的 國家動盪 很多的現實的困境 也許是產生這樣一種誤解的 重要的社會的原因吧 這是作者就考慮的問題 但詞基本上不會針對 現實事情做 直接的說明與批判的 只能透過這詞裡面 你閱讀才略略知道 為什麼愛情無法讓他們 和好完美的去完成呢 一般來說 情詞為什麼那麼動人 因為我們可以說 男女之情本來是原始 最動人的一個人間的活動 但如果愛情在正常的社會裡面 應該是讓它自然生成 自然達到結果 但如果這份愛情 無法讓它生根發芽結果的話 那這個社會就有些問題 可能就值得批判 社會的原因 政治的因素 階級的問題 意識形態的問題 宗教的問題 所以愛情是最好的試驗體的 在這些不同的層面上面 它能不能讓愛情得到 真正的自由發揮的空間 如果不行的話 那這樣的制度 這樣的思想 這樣的意識形態 這樣的階級 就值得批判 所以為什麼在歷來 所有的偉大作品 往往都是以愛情 作為主軸的去推展的 而情詞現在裡面 就發現一個現象 為什麼講得那麼多的 離別的事情發生 也許因為國家 很多的問題產生出來的 尤其是偽裝所出的時代 不是成平歲月 是兵荒馬亂之時 所以裡面的背後 當然大家可以自己去推測 前面那首詞 站在女生的角度 寫出對情人的一個怨談 後面好像是 站在男生角度 對這個事情 做出一個回應 它說 昨夜夜半 真上分明夢見 雨多時 依舊桃花面 平地柳葉眉 半修還半喜 欲去又已已 絕來知事夢 不生悲 唯中這首詞 應該是在唐五代以來 第一首很清楚寫出 夢的一種詞 但是就夢中發生的狀況 夢境的一個內容 還有夢醒之後的一種 深層的一種悲嘆 把整個夢的一個過程做得很好的 很周詳的一個論述 你可以說是從李厚祖 後來寫出人生如夢之前 很重要的一首寫夢的詞 欲有所思 也有所夢 人人都會說了 但在詞裡面的表達 現在是比較厚 比較晚才出現的 圍莊者整個花見詞裡面 這首詞卻是最完整的一個論述 把這個事情做得非常清楚的一個交代 我們講寫作的時候有不同的情境 今天我們看他寫出來的是 帶我們去重溫他夢中的情形 也寫出他夢醒之後的一種悲嘆哀怨的情緒 可是你想想當事人 如果真的是一種狀況的時候是怎麼狀況 平常是苦苦相似 只有真的夢中出現了美好的景象 所以夢醒還要遺留著夢中的美好的情境 對出現在的狀況才能悲感 但沒想到最後還要把它寫出來 寫出來的時候要重新複習了這個夢中的一個狀況 那是很難忍受的悲痛 然後在最後他說 絕對只是夢不生悲 不是夢醒來的時候絕對不生悲 而且當時他寫下來的時候那一種哀嘆 你又要重新面對這份夢中的情境 夢過了也罷了 事情好像就結束了 最怕就是你把它再重新挖掘出來 再用文字來表述一番 再做一番的第二度的把它面對 面對之後所產生的悲感是特別的深刻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種整個創作過程裡面所帶來的一種情緒 可以從這個角度裡面去體驗的 所以這首詞跟前面來熟悉一下 在情感表達上是有不同的 這首詞經過多層次的一種 面對有論述有反思的一個過程 好 昨夜夜半 作者有回應了 昨夜半夜的時候枕上分明夢見 他躺下來的時候在枕頭上的分明就很清楚 很鮮明的 清楚的夢見 當然夢見因為是夢真的很真實 這個醒來的時候呢 依稀反覆是一樣的 所以他這個封名之下經過醒來之後 就檢視一番覺得似乎是真的一樣 所以分明夢見 夢見什麼 語多時 跟他走時不斷的切切思語 講都講不完的時候 夢中裡面原來有不少畫面 還有對話的 兩情相約的時候 所產生的好多的話語 相對於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呢 整天都是默默無語的 只有夢中呢 他跟他才有對話 才那麼清晰 那麼清楚 你看他接著語多時 跟前面你看看押韻的韻照是一樣的 看得出是有所回應的一種表達方式 好 不斷講話的時候 還注意到什麼女生的一個樣貌 其實跟之前也沒什麼變化 他說是依舊桃花面 當然依舊當時 在夢中的時候呢 你不會有依舊的感覺 因為是醒來的時候 去想想看以前的樣子 還有剛才夢中的樣子 對照之下 原來真的沒變 果然真的是分明清楚是如是的 所以這個詞裡面我們說 他有多層次的一個跳進去又出來 再反思的一個過程 實際上是比較深刻 他說是依舊桃花面 人面桃花這點古早就少得了 把女孩子的面容都寫出來 百里透紅 如桃花一方的美麗 而依舊平地柳葉眉 在晚唐的時候 女孩子有很多的眉妝 當時有很多時髦的裝扮 有所謂的十大眉妝 其中一種叫柳葉眉 把眉毛化成柳葉一樣的一個形狀 也有遠山眉等等的 而且鵝眉有不同的一種裝扮 當時是非常流行的一種裝扮 柳葉眉 一紅一綠也把那種繁華漂亮的畫面 稱得出來 之前我們不是講過燕姬道的詞嗎 燕姬道詞就是最著色就是紅綠二色 這兩種都是富貴色 也把那種既然夢那麼清楚了 這首詞那個光澤色彩 跟前面那一首是不一樣的 你看前面那一首 另外大家哀傷的悲痛的手續 去回憶當下的時候 都充滿了傷感的色調 都不清楚的 比較揮蒙的 但這首比較亮麗 而且夢的確是分明 如實一般的呈現 所以它用了非常鮮艷的文字 把這個畫面就呈現出來 桃花美 那種紅燕的顏色 而依舊低頭 而皺的眉頭 一種柳燕梅揍在一起 好 這個是兩句話 把當時女孩子的形貌 寫出來的 那所謂半修還半喜 當然寫出女孩子的 當時的姿態半修還半喜 那平地柳燕梅跟半修也是有相關的 也許你跟她講話歡樂的時候 她笑出來燦爛如桃花 但她講到不好意思 她就半修的時候 就低下頭來 明明皺著如柳葉一般的眉毛 對不對 事實上跟前面是相關的 看到女孩子的姿態擺出 時好 時喜 時修的一個樣態 那前面女孩子 當然是面對離別的時候 也會寒壽半念梅 這時也有女孩子 因為在胡商園言語之中 有一種安慰 撫慰之語的時候 她也不好意思 也會有修太 然後遞著柳葉也沒呈現 前後是貫穿的 所以這裡的依稀彷彿真的是一樣 跟以前的沒有兩樣 半修還不是 可是欲去又異異 當我在夢中跟她告悲的時候 她就異異不舍 那這異異不舍也許重複 之前所謂的女孩子 人類陽地面 還是半念梅的一個樣態 結果這個夢呢 不是都是和好美滿的夢 最後還是重複歡樂之後的一種 離別的狀態 是好夢還是不好的夢 最後還是又異異 以前已經經過跟她分別異異不舍的 結果夢中還是重新一變 還是一樣的情節 又一個又一種很好的 之前已經跟她分離了 所以才有了 離別之後的相思之夢 但沒想到夢中還重複了這個橋段 還依舊表達出異異不舍的一個神態 你看就在這裡面 本來歡樂的時候呢 整個沉醉的其中 時間過得很慢很慢 但對著真的分手的時候 欲去右翼 拉住時間 結果呢 就在她 也許就是前面的動作 人類半 這個地面 寒瘦半裂面的狀態下呢 男主角在這裡面呢 就被驚醒過來 因為她無法去面對這個呢 欲去右翼 離別的一個悲傷的狀態 所以停個在這裡面呢 在她難分難成的時候呢 人就在夢中就醒過來 欲去右翼 還是意不捨 難分難解 就在一個激烈的情緒下 夢就破滅 就醒來了 所以在醒來的時候說 絕來知是夢 原來是一場夢 因為夢中也不是完全美好的 都帶著一種哀怨的情緒 也把現實的離別的無賴 帶進夢中 還是重新複習了 意義不捨的情懷 所以醒來的時候覺得 原來不是一場夢 原來知道是一場夢 一場夢不是正式的狀態 但是意義的情懷呢 依舊回蕩著 還是無法忘記 當於跟她離別的種種 所以 越是有意義 不是夢中的情景而已 而是真實發生的 因為意義不捨 現在之後才有現在的 常常思念的情緒 如果不是因為離別 何來今天會有這個夢呢 對不對 其實這是很糾結的一個情懷 絕來知是夢 應該呢 知道是一場夢 人生的夢境裡面 無法去重新的 回到夢境之中 也無法重回以前的世界 一切都隨風而是之後 結果感覺到這個 這種情懷是不深悲 這種悲愛是難以承擔的 無法承受的悲愛 作者當下也許是難過不已 感覺還是一層 但其實經過這番沉澱過後 最後就文字表達出來 再經過一番的思辨 再對照出之前的生涯 夢中的情境 然後就把它過濾過 把它寫成文字的時候 這個不深悲是當下 你維穩的時候 最後所加得住雨的 這種情懷 你如何能夠承受得了呢 你難以 你很難再再複數了 當下也許那悲愛沒有那麼痛 但你經過沉澱過後 最後又把它再重新思慮過 還對照出以前跟夢中的情境的時候呢 那種悲愛是難以承受的 你本身不許 不深悲不許因為當下 絕來自私夢而已 應該是會設想做自己的寫作 當下的心境 那種悲愛 難以再複數的 現在不 沒辦法最後還在寫下來 最後就用一字一句把它承擔 把它傳達出來 我們可以看得出了 下筆正直 這幾個字 這幾個字最後不深悲 所傳達出來的情意 是多麼的深刻 所以這些詞裡面 你看看兩道之間的情懷 透過同樣的詞牌 才強調出來 那這種是在之前的 在唐 在北宋以前 在古代的時候呢 偽裝已經做了這個嘗試了 把情愛的分攤來寫 但我們有理由相信 兩首詞應該是 同時前後的創作 而且是彼此呼應的 從他的押韻的方式 情態的表達 當然有解答了 女孩子怨他們不是沒理由 但男生呢 也在說出他們的苦況 兩者你可以啊 將心比心 就回歸到我們所說的 換我性 為理性 實際像一像 但女孩子也讀到 聽到男生的情懷的時候 這種詞的話 應該稍以安慰吧 男生也不是那麼負心 真的是非不得已的 他的夢中 也有他難以承受的悲痛 將心比心 人也許好過一點吧 這詞也許我們比較寬 寬透的態度 去面對人間的離愁 不能只能控訴社會的不公不義 站在女生角度 一直罵進天上的福星漢 起碼偽裝為男生說了一些話 你看看吧 男生也是這樣 不是不想你 只是你不知道我的悲傷 真的是不曉得如何說起 這是留下一個紀錄的 這個現場當然能夠成為花間詞 也不是個人的情緒表達 也反映當時社會的 共同的承擔的一種悲劇 男生是這樣 女生也這樣 我們不要忘掉五代的時候 將是兵荒馬亂 國家動蕩不堪的時候 這種歸願與離別的情懷 應該是同時並生的 這是反映時代的一個很好的一種心聲 小小的詞也把社會的一個現象 充分地把它反映得出來 那以後的詞就很少 就是中間的創作方式了 到了歐陽壽的時候 他們就很充分地利用 我們不要分兩學詞了 太費事了 就完全結合在一個詞牌裡面 用上下片去交代 當然在記錄上面更垂裂 一首一首寫也許比較容易駕馭 但用一首詞 把兩面的情懷做一個鋪陳的話 他的老師驗書做過 歐陽壽做得更好的一個處理 所以才有我們之前讀到的 這首《他說行》 那是一脈相連的 都是把在這個前提下裡面 做兩方面的成熟的方式 但這種悲哀感覺 我們之前也讀過一首詞 就是劉勇的巴聲甘咒 當然離別之後 能夠讓自己支撐下去的 唯一就是相信了此情不渝 不只自己的問題 還只能假想 理想對方也因如是 不然人很難以承受 絕對的這樣的孤獨的 所以假設對方有同樣的情懷 跟我是互為對應的 那《巴聲甘咒》之前我們也讀過 是他很好的代表作 我們要重新來看看這個詞 而對香香沐浴灑江天的 一番喜青秋 見雙風淒景 觀河冷落 殘兆當樓 釋出紅衰淬 然然霧華修 唯有長江水 無語東流 不忍登高陵遠 望故鄉淼淼 歸似難收 他年來蹤跡 何時苦淹流 想家人 莊勞勇望 勿起回天際是歸洲 真知我 以難甘處 真人凌愁 我們前面讀過的這些詞 實際上這首做得很好的整理 怎麼登高陵遠 出景傷情 時間的推移 空間的變化 由遠而近等等的論述方式 所以這首詞做得很好的一個中述 而且寫得非常的動人 所以劉勇這詞 成為他的代表中 是不是沒理由的 但這些橋段是人人有的 但如何把它寫得更深刻 劉勇在後面 就翻出他的生意出來的 所以你看 那我們講過詞也是 如何透過外景 而導引到內在的情懷 這首詞做得很好的一個論述 先從眼前的 月落黃昏 一場雨過後 一切好像 長花拜夜都被雨水沖走之後 只有心中的離恨 終究難以洗除 然後襯托出自己的孤獨無意的感覺 當然一方面寫出 幾景流連 在風雨吹掛之下 一切都在變化 前面 我們讀李慶教授的時候 他寫著花子飄零水滋流 比較緩慢的 一切都是緩緩的過去 然後透過時間的推移變化 來烘托出此情不遇的精神 這首總共比較快速的一種變化 太陽下山了 雨過後又變晴了 對不對 而且他寫到 然然 四處紅摔淬淺 然然勿化修 而且一大片的 讓你觸目驚心 不僅一小小的花的凋零而已 整個天地都是很不仁的 一切都在衰退變化 被推移殆盡 而且只有長山水無語東流 對照而已 長山水默默無語 看盡人間的繁華 聲率變化 雨好像是無動於衷的 用無情的天地 對照出有情的世界 用不變的自然對照出變化的人生 所以第一段裡面 信上寫的一個壓迫感是很大 你可以說 彼此李白或者之前 那幾歲詞的一種單純的 由遠到近 推出仇怨的話 就要加深一種時間的一種 推移的一種壓迫感 更襯托出在這種變化之中 堅守著愛情的那種力量 如何跟他對抗的一種苦心 其實這件事裡面 是後面的呈現出來的 不忍登高臨遠 望顧上淼淼 歸似難受 前面部也用到這種 女孩子的角度說了 樓高墨盡為難以 其實男生也一樣的 同樣的情懷 不能登高臨遠 可是還是 壓抑不了這份情緒 明知道不應該如此 卻是情不自禁 還是依舊去做 看這種掙扎無賴 最後無法用理性來紓解 只能還是上去 一登到樓台裡面 歸似難受 歸家的情懷 事實上那些情 就難以受拾 這時候在變化之中 還是承諾出了 終究不變的一個信念 就是對於故人的思念 最後解決了女孩子 但是問題是 既然離別是如此的 回家就好了 人的苦況他要點出來 看連來終究何是苦焉流 那是之前沒有論述的 人為什麼何處是歸城長庭更短庭 為什麼你不回家去呢 原有沒說清楚 但這時候劉勇呢 顯身說法說不定了 人那時候是身不由己的 不是說我不願意回去 我也很想回去 但呢 連來終究 看這麼多年來的 我的東奔西保了 我的行眾 都是漂泊不定的 不曉得所謂何事啊 苦苦滯留於某地 卻不得動身 但是寫出人生的一種苦況 那我們從劉勇的生命知道 他不得不去謀關 一關半職 以為生的 不然呢 如何是好 好 在這樣的情形呢 變成是 剛才我們講的是 女生好像呢 處立在樓臺裡面 比如這些男生呢 難以置詞 所以在裡面呢 他跨越他的想像 來彌補人生的缺陷 所以夏明說了 想家人 裝樓勇望 屋子回天際 是歸洲 考試都考過了 考了解 他裡面呢 兩地相似情 就會發揮出來 但是從我這邊的角度想了 那我在 我不能回去 何時苦焉流 我不能回去 那對方當然等不到我回來 會不會有一個情形 就是那個女孩子 朝思暮想 每天早上起來 化好妝 等在書章樓臺上 等我回來 多少次 五百遠處歸來的船 以為是我的歸洲 每天都有些美麗的錯誤的一個錯覺吧 那是很哀傷的 這就是能夠從自己的情感擴散出去 那我們說 劉勇基本上 他的生活 跟一般的士大夫不同 他有好多年 跟這些歌樓寄院的女生月公相處在一起 同時天涯淪落人 他有很深刻的情緒 所以因此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這個是一個事實的論述 不是假裝假設的 他相信那女孩子應該會想念著她的 但應該是每天都在等著她回來 但是終究等不到 這是一種真的是將心比心的 很真誠的一種表述 所以我說 正知我已難甘愁 正任淫愁 其實我了 我認為不能回去了 你知道嗎 我在街面氣象也不好過了 整天登樓遠望 愁眉不斬的 那就是一種相似 兩處閒愁的最最佳的一個詮釋 也把我們所說的 假設想像的共感 事實上更呈現出 現實上裡面的一種離別的深悲 你想的越多 想像對方不光臨 一方面你意識到 根本是難以歸去 才有這份懸念 以支撐著自己 為弱了生命的一種方式 所以後面你看看 在註解裡面 在121頁 我們演一段流落於 北中六大詞家的一個論述 他說在後段詞裡 由於幻想著他所愛的家人 真淫望著天際 也想念著他 正像他現在 望著江天 想念著他一樣 是人消融的空間的距離 透過這種想像 人的距離 起碼獲得這種撫慰 本來一個人 面對時間的變化 巨流的滾動之下 不曉得如何是好的 一切都在變化 連身體逐漸都衰老了 如何是好 我有愛情 可以讓自己打破空間感 跟過去的情分 可以連結在一起 這樣四處和北處 聚集在一起了 再進一步地想 既然他已錯認了 許多次的歸州 想像中的他 不僅此時此刻正在榮望 數不清的以往 他也曾在莊柔等待 如此一來 以往和現在也結合在一起了 不只是空間的空間的迷風 還有就是 他不只只有一回 多少次在那邊 現在我想念他 不是我此時刻 他多少次誤把我回來 所以把這個思念更往眼前走 很體會到這份情愛 不是此時此刻 還是綿綿無絕期 就把時間也拉進來 不只空間的迷風 還把時間融合在一起 那不留得不留 讓我們想到前面的 就是我們引述了 唐君偉所說的話了 你又知道了 你思念的他 不只是你過去經驗中的他 而是永遠的他 永遠的他是永遠存在的 不是同樣的意思的 進一步的詮釋嗎 所以他的話 不是沒有理由的 就看不同的論述 事實上都有相類似的體驗 你想念的他 多少年來都是如此 我們已經打破 不是空間的距離 還有時間的隔閡 還能夠將心比心 跨越到不是此時此刻的 這一個時間點 還有過去種種 我離開以後的 它的苦況 我們統統把它總和在一起 這種一種很 在當下的時候 你覺得很溫馨的 感情完全聚集在一起的 插落的一支箭的感受 可以抵擋的永恆的一種生命 也可以跟外界的時間變化 做一個最好的一個 對抗的一種方式 好 這種是文人那種 苦心故意的一種 創作的一個手法 我們不只欣賞 他的手法的一種 跳脫 能從兩個角度 也是一種 生活的態度 愛情的一種信念 這種一廂情願 有他的一種悲劇的精神在 但是也是人生奈以存活 相信他 他存在的一種唯一的依據 那這樣的這種糾纏 我們只能這樣苦苦下去嗎 如果化解他 這真是人生的一大課題 一直兩地相識 相識下去 真的是很累的 靠這個來滋潤生命 也很非常的一個微弱 這種很強硬 也怕自己有一天 開始懷疑起來的話 生命的新聞 很多虛妄之感 那後面我們就講講 蘇隆坡的態度 同時面對離愁 當然東坡有很多的經驗 五四軍俗軍師 我也是東坡說出的話 這種體會 劉勇的體會 他是有的 而且也蠻深刻 但如何去 誠懇去面對他 不然永遠就糾結在其中 難以掙脫 所以東坡做了另外一種 一種論述 那之前我們也介紹過這個詞 我就不細說了 對不對 我們知道這個詞 東坡是寫在41歲 他來到密州 本以為跟弟弟可以重逢 再見面 已經四年未見了 兩兄弟的確是苦苦相識 一直等不到有見面的機會 好 到了中秋節了 每逢佳節 背思清 不知道如何是好 今年又不得重逢 其實是很愛嘆的 當時即使一廂情願 以為到東北去 到密州跟弟弟重逢 但沒想到去的地方 好像掉入地獄一樣 諸事如麻 好像是你發盡你的心力 都無法把地方的 置得更加的太平 更加的安樂 所以有一種 立不重新的一種感覺 不許對自己的思念 會更擴大 跟弟弟的一種思念的情緒 更講得到天地的一種不仁慈 所以這些詞 其實在背後來說 是一種很深的一種怨對 為什麼天地會如此 所以我們不能給他背後 讓他看到很美好 其實我們從他寫作的 當下的心情看得出 裡面有種種的苦況 一直在東坡面對 人終將會老去的事實 我們已經講過 孫波在四十歲以後 一直有很多很深層的老病之嘆 對不對 這一個一直糾纏著他的 之前我們讀過他的江承子 兩首江承子都是這樣 一個是十年生死兩茫茫 他不是陳滿面病如霜嗎 太太去世的時候是十年前 十年後自己也得到什麼 可以告慰他的王妻 再來他寫另外一首詩 也是江承子 老夫留化少年狂 還認真的自己真的老了 很想接一番的一些事業 裡面證實自己還沒衰老 這種感覺一直在 到了這時候 實際上已經四十一歲了 這種老的生命意識還一直在 所以為什麼 他面對一種不只是空間的離別 還有更大的時間壓力 更期待自己跟弟弟能夠重逢 能夠用這樣的情愛來對抗這種 時空的一個退役變化的一種生悲 所以水流個頭有這樣的情形上寫出來的作品 我們曾經講過 水流個頭本來不是一個快樂的樂調 它是一個悲傷的調子 而且這一天晚上 看著多喝了幾杯 平常不喝酒的東坡居然會歡飲達旦大醉 就有些是行不得已的 也許有借酒交召的一種企圖 不然的話 東坡就是連酒都不大沾染的 為什麼今天會歡飲達旦 所以歡是表面 赤山時背後是無限的悲涼的 所以借酒直到最後說是奸懷自由 然後附帶來懷想他的弟弟 當我們讀過來說發現 這次西藏更重要的是 對弟弟的思念才是真正的事實 但是他不忍心把這個事情來張揚 去刺激他的弟弟 所以他是很簡單的 很樂樂的來帶過癮 但那個離別的情懷 西藏是最深刻的 為什麼要想跟弟弟在一起 西藏就是一切好像都不要變化 能夠掌握到自己最真實的情愛 來對抗的時空推移的這個事實 這次就是這樣的背景寫下來 所以我們就能了解了 為什麼他開篇先說呢 明月幾時有八九問清天 不知天上公卻今世世何年 有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呢 我欲乘風跪去 意思就是說他為什麼想呢 離開人世到天上去 在這裡面相對而言 就是兩個存在的一個情境 因為有感於人間太多的苦況 人間是相對的世界 很多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 讓他難以承受 接著酒之後呢 他這種酒意呢 他很想超脫這一切的 能夠離開人間的 這間的苦老的話 我一去就是個 他認為的應該是個理想的 絕對的美好世界就是天上去 就是明月所象徵的 存在的生存意境 能不能離開 但最重要的是 人要問天 離開凡城 就是因為有感於人生的苦老 這個苦老主要包括前面所說的 各種的生離死別 多麼一兵來思考 最好方式就是把自己灌醉 不要再想它了 更好的就是能夠超脫這一切 完全沒有人間的苦老 不是多好嗎 我們一起就是 詞的世界 我們自己讀下來 都是一種哀傷的相似怨別 終於是寫出兩地相似 以一種彼此思念來彌補人生的缺陷 來讓自己能夠有生存的意義價值 但是啊 終究是難解的 還是很多苦老 東北就是一兵最後的 把這些都拋棄掉 到天上去可不可以 他給我們一個人生存 不是男女的 還有包括很多的人間的情愛 人生有情愛就帶來很多的負擔 很多的不捨 很多的無奈 但要不要承擔 要不要化解 如何是好 現在東北一鼓了 就希望能夠完全把它解決掉 到天上去是最好的 但是他的理性告訴自己 真的能夠離開人世各種的煩惱嗎 人生的情愛是必然帶來 有歡樂也有惡果的 那如何是好 人生理性告訴他 唯恐重樓欲遇 高處不生寒 人無法真的離開人情世界 到天上去 住在永恆的安樂的天地之中 一個地方啊 你要不要忍受那種絕對的孤獨 人可以無情 你可以說是人可以離開這一切 住在廣寒宮之中的 不管是人間的情愛 好像一個出世的仙人一樣 你能不能做得到 但那個地方 你能夠住下去 你要忍受是絕對的能與孤獨之感 你能不能忍受得住 所以他說是高處不生寒 是人的煩惠難以承擔的 人有情是帶來很多的苦惱 無情呢太冰涼了 怎麼是好 如果你看金庸的武俠小說 其實很多都是要處理情的問題 深情與無情之間 對不對 最後要不男不女 什麼情都靠出來了 這都是情感帶來很多的人生的各個面向 人怎麼樣才是 處理的最好的一個狀態 好 所以東坡任性了 人無法住在高處之後 那乾脆就鍛鍊好了 最後就回到人間來算了 其舞弄經營何是在人間 今天也不錯了 對不對 也有了你的朋友家人在陪伴你的 一個人夜深人靜 也可以趁著月色跳起舞來 陪伴著自己親歷的影子 何處在人間 哪裡在人間 這個時候已經開始一種想法了 只有人的心靈是自由的 人就不會為這些情所困 人間就是天堂 除此之外 人之外 沒有所謂的天堂 人只能在自己的現有的世界裡面 建構自己的天堂 關鍵是你的心的問題 何自在人間 哪裡在人間 如果你能夠樂在其中 人間就可以把它變為天堂一番的美好 東坡任性當然是第一個 第一次對生命就那麼深層的反思 但有些時候是知意行難的 在41歲的時候 東坡已經開始一種人生的一種擴大的 超脫的一種想法 但是他用後來的二十多年的歲月裡面 去把這個意義去驗證 超脫到這樣的境界 不能說東坡到這個時候已經考上 已經可以得到了 不是的 偶爾想出來 實際上他的真正的生命世界 給他這樣的啟發 但是也需要很長的歲月 鍛鍊 才能達到他理想中的一個境地 所以才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其舞弄心影響是在人間 人還是有個凡區 你如果針對你的凡區 叫天上去的 那你認清就你的事實吧 我們之前講過了 人因為知道自己的限制 你知道人終將一死 人也必須承擔各種的 人情感都帶來各種的負擔責任 但是因為知道了 而且要承擔他的 也接受他的 有擔負的能力之後 你才有能夠掙脫自由的可能 你逃避他 你根本不可能的 你真不正視他 也不可能真的自由 我們只能在限制裡面 能夠知道自由的一個真諦 才能夠裡面去歷練出 鍛鍊出所謂真正的自由的意義 其實東坡在裡面就給我們認清楚了 離別是必然的 人生的苦惱是必然的 但是你要接受它 而承擔它 也許有化解的可能 那既然你能化解的話 心裡一自由 就何必到天上去 人生就會解脫了 就會自由了 這就是東坡文學裡面 也許給我們另外的啟發了 兩地上次的確是令人很淡立很沉醉的 但也不是唯一的方法 人也最後能夠真實地去面對它 好 這時喝了酒之後的想法了 醒來之後呢 還回到真實的事情來了 還有離別的狀況 怎麼真的面對呢 今天不是要堅懷自由嗎 好好的良夜 更不能跟弟弟在一起的 結果呢 好 情緒就要翻點變化起來了 但月光啊 告訴你啊 不斷地變化 轉著個弟子乎照無眠 你試不照了 月光一直告訴你了 月圓卻人不圓 你能不生恨嗎 所以他說 不應有恨何時常上別時緣 他指著月光來來的 本來自己有恨了 你願怪月光來 你對人應該沒有恨意的 為什麼 為什麼偏偏在人離別的特別的明亮 好像呢 你故意來出警來讓我傷情的 讓我出警傷情 人都有一個 我們說啊 明月春風啊 他的老師也說過嘛 人生知識 友情知識 恨不關風與月 他是很通透的說法 人不要怨天怨地 對不對 這是情感的問題 那蘇東波呢 如同他老師所罵的 居然願怪節要風月來 那這樣的是很不應該的 關鍵是情的本身 但人在情緒當中啊 難免都有這樣的一種情緒的抒發 把恨意啊就出在天上的明月身上 看基本上東波是個溫厚的人 當他講了這句話的時候呢 也許意識到太過了 不一定要恨何時常 不只是月光有沒有恨 而自己也應該不要有恨 有恨中呢 無法疏解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想到前面的天 兩地相識的情懷一樣 如果一直都在怨天怨地怨人 在不斷的憨恨之中啊 去度過的話 這份情懷一直在糾結在心 難以疏解的 結果呢這種啊 兩地相識 永遠把你啊 把你困住 限立在其中 難以啊 得到更寬鬆的生命意境 所以我們必須要從裡面走出來 把那個恨卸下來 不應有恨 不只是月光不應有恨 也告訴自己 不應有大家恨意的 理性就開始出來了 在想想人生 本來就不應該 只要單立在美好 美好跟不好 其實是相對的 兩者實際上是互為因果 不應該是擴大某一個面向 而忽略了另外一個重要性 因為我們知道 剛才所說的 知道限制 才能夠體會自由的意義 反過來也一樣 對不對 因為自由 才真實的 制那個所謂的限制 也許讓你有一種 很安穩的 一種啊 一個促說 所以他理性出來 他的意識到 人有悲歡的一盒 又有殷勤圓缺 此是古蘭權 剛剛前面的詞啊 都是情感的抒發 不管是男生女生 直書其情 的確是很氣氣動人 令人能夠 但體會到情感的可貴 也知道兩地相似 滋潤了我們的生命 但裡面要缺乏一種呢 理性的安頓 蘇陸佛在這裡面 起碼就是他跳出來了 去想想看 人生的各種的面向 我們都是在相對情懷裡面 周長不已的 能不能在裡面呢 意識到他的相對性 也能裡面掙脫出來 到一個更高遠的意見 所以他才有這樣的論述 人有悲歡離合 人必然有的 有悲歡離合 那是相輔相撐的 有了悲傷相對於有快樂 快樂當然印象出來 就悲傷 人生不慌地周旋在這個其中 不可能永遠都是靜止的狀態 永遠都是好或者不好的 一定有一種翻臉變化 兩個都是不斷地變化 在展示出很多的 跌宕不已的情緒出來的 而天上的月光呢 外在的世界也有陰晴圓缺 也有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因此我們所生活的環境 這個月光代表我們的處境 我們所生存的空間 與我們的內在之間 事實上是很難配合得那麼完美的 只是古藍權 很難說是要理想自由 就可以讓你有自由長陽的空間 理想到哪裡都能夠達到的 人有個繁區的限制 以中天上的月光 也有它的陰晴圓缺的變化 有它的軌跡 人的悲歡離合也有很多變化 不一定能夠完全是能夠 能夠有個軌道去掌握的 所以當兩個東西 當一個內在跟一個外的東西 兩個結合起來 並不一定配合得那麼樣的實權實美 當你在飛翔的時候 剛好你的翅膀伸不起來 你就會飛翔 當你在悲哀的時候 天地很明亮的 你就願怪外面來 為什麼天地會對照出 不能可憐我的愛上 其實你很難這樣要求 只是古蘭 你意識到這個事情 本來就很難配得那麼好 我們就不應該在裡面 就一直糾結在其中 這些都是相對性的 單力的悲哀 逃避的 艱苦 哀痛 那這些都不對 如何從裡面 這種相對性裡面能夠超脫出來 唯一肯定的絕對的生命價值 就是情的問題 那個情就是不是我們剛才說的 都單理在於 實際上詞人不管寫出來 都是認證的 我是多情的 中間社產對方 都關系在個人的情懷當中 都有一種自念的情懷在 但多麼不是 他認為這個情感 應該真的是相對的 而且是廣泛的 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而且整體的 這個情才能夠做很好的救贖 所以他最後爭奪出來之後 好 既然能夠認識 世間的相對性 我們也不要糾纏在相對裡面 就像這種悲歡離合的 走歡心願的徘徊之中 那人裡面更有肯定裡面 情感的真正的可歸之處 所以他最後也寫出來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產絕 我們只有就是 跟正面的沒有恨意 跟從愛出發 使希望自己先照顧好自己 也祝願其他人 也應該好好的保重身體 不要掉入哀傷這種 傷心而傷身 那是不對的 先把自己照顧好 人長長久久 歲月可以還是有 有了希望才有能夠重逢的機會 這個作詞就談到這樣的一個來的時候 好 因此就可以千里共產絕 剛才看到月光的時候 願光月光有恨 對我們不仁 現在呢 幻化起來 當你超脫這一切的時候 體會的情感的珍貴之處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共同欣賞 縱然千里之外 一起欣賞一個 與美女一般美好的月色的 千里共產絕 因此呢 以後看到月光 不應該是 除了天邊月 沒人知 那種哀悼情懷吧 應該反過來說 應該想到 我們可以共同欣賞一種明月 不是很好嗎 因此呢 情感就可以有份信任在 縱然不是想想向對方的 但是你背後還是意識到的 只有我看了月光 也相信對方 也看了月光 思念著你 因此月光就是最好的 而且恆久性的 最好的代表了 月光不是一個冰冷的月球 所發射出來的光芒 而是人情所 所謙虛的一個月光 它是匯聚了所有人間情愛 舉頭望月 所匯聚起來的人間情愛的 一個總的代表 只有月光明亮就證明了 此情不予真的如是 因為它會激起我們 思念對方的情懷 所以每個人都抬頭看著月光 每個人眼睛都看著月光的話 月光不是很美 很完美嗎 很緣好嗎 這個是東波勒進一步給我們 跨越人間的繁離 然後得到更高遠的意境的一種指望 但這個說法是比較空泛的 我們說東波中 四十一歲寫一個詞 它起碼只指出上上一路 不是一直深陷在情愛之中 一直苦苦相思 從自己一直牽涉對方 不是的 又試圖要準備掙脫出來 對情感的本質 有更深刻的一種掌握而把握 而且又去幻想它 不許擔立它 然後抬頭往更遠的地方去 從自己歸重的世界 渺小的空間 正在更遼遠的空間 那不會覺得很寂寞的 因為月光永遠都是那麼明亮 在黑暗之中 永遠會滋潤彼此心靈的 很重要的一個明正 這點是後來東波用了多少年 二十多年的歲月裡面 就是把這個課題做進一步的論述 兩地相似寫起來是一種回蕩的詞情 但它是由同一個漩渦 讓你糾結不已的 但如果從裡面能夠走出來 對情感有更深刻更高遠更溫馨的體會 也許蘇倫波的文學會給我們另外一些啟發吧 那這個我就用但願人講一講千里共上街 就是把所有都回覆 不要只著重一個人而已 不是說我在想一人 或者我怎麼樣思念你的角度 還是有一種自主的 而且自我單立的情緒在 最後把它擴大來講 我們的心如同天下的月光 這樣的話事實上就無愧於心 我們就應該會共同會 締結一份美好的一種情緣 那今次曹操我跟大家去講講這個課題 有關今天的論述 當然這詞的美感都各有的一種偏好 蘇倫波提出另外一種思考的方式 兩地相似會帶來很多苦澀的美感 但也可以從裡面會提升到更高遠的生命意境 那下面我們就應該是下個禮拜就跟大家去談另外的課題 大家回去先把內容先看一個 詞裡面我們都說了好多了 但詞裡有些時候 語以多情未了 如果太多就乾脆就不說了 所以我們談的另外一個課題就是一種無言之美 文學裡面就是詞情的表達裡面 有一些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 陶玉明寫《田園山水》的體會不是說嗎 始終有正義欲變以妄言 很多時候很深刻的生命意義的體悟 難以用言語來表達概括說明 人生很多的悲苦之處也是超乎語言之外 而詞寫的比較多是傷感悲傷之情 也是無法用語言來承擔說明說盡 那文人在詞裡面是怎麼樣的表達方式 我們現在看看這種難以延宣的一種美感 主要就是真的 剩下的 mod點 我們現在進行說 那一種美感 集中心情結束 所以我們現在進行說 甚麼是很遠 那一種美感 真是非常成就 第二個 我們就先就跟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